这个黑帮大佬太坏了 为了跟小姨子争夺侄子 不仅把她吊起来放海里折磨她 还把她关地下室让猎犬咬她 女人名叫希拉 是一个来自平民区的女孩 这天接到一个电话 嫁到克里米亚家族的姐姐坠楼快不行了 希拉急忙赶到医院见她最后一面 姐姐临死之前嘱托希拉 要好好照顾自己唯一的儿子迪恩 但克里米亚家族的掌门人亚曼肯定不同意 因为这是哥哥唯一的血脉肯定要留在自己身边 因此便和小姨子希拉争夺起来 无论怎么赶希拉走 她都不离开 因为几天前 她的爸爸也在姐姐去世时伤心过度而离去 迪恩对于她来说是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所以无论希拉经历再多的艰难 她都不会放手 希拉像一朵独自绽放的野玫瑰 不仅坚韧不拔 还能带刺伤人 经历了亚曼惨无人道的折磨后 再次出现在她面前 这次亚曼居然想用一笔钱打了她 可愤怒的希拉直接一巴掌回应她 众人都大吃一惊 因为亚曼是一个黑白通吃的黑帮大佬 从来没有人能这样对她 所以希拉又免不了受折磨 在地下室度过了胆战心惊的一天一夜 这天她驯服了猎犬 用钢丝打开门逃了出去 悄悄潜入别墅想去找迪恩 可此时迪恩看到小姨的围巾 便跟着猎犬跑进了地下室 希拉还是被亚曼发现 再次被带到地下室 突然思念许久的小侄子出现在自己眼前 希拉喜急而气态高兴了 可高兴不过三秒 此时电压不稳突然着火 蜜蜂不透气的空间里 瞬间被二氧化碳占领 眼看迪恩要晕过去 希拉赶紧去敲门求救 晕得缓缓蹲下时 突然发现了门中间有个地洞 赶紧去挖门下的土 手指都挖破了 也没凿开 情急之下找了一根钢筋 终于凿出一个洞来 希拉赶紧抱着迪恩趴在洞口呼吸新鲜空气 可自己却晕了过去 此时女佣阿姨告诉亚曼地下室着火了 于是赶紧跑下来 听见迪恩的呼喊声 急忙打开门一看 赶紧抱着迪恩跑出去 但可怜的希拉会得救吗 18岁的贫穷女孩为争夺小侄子的抚养权 竟敢与黑帮大佬对抗 希拉毕竟是侄子的小女 亚曼还是把她抱出来 可等希拉醒来时 又来责问她 为什么要把迪恩带到地下室 希拉表示你把我拉着关进地下室 我怎么能带走她 明明是你这个做叔叔的不负责 亚曼气急败坏要赶她走 希拉表示 如果不让我带走迪恩 我死也要赖在这里 此时的亚曼除了讨厌这个女人 还对她有点欣赏 来到厨房 又听见迪恩对仆人说起 自己小姨如何舍命救自己 亚曼回想起地下室 看到希拉狼狈满手是血的样子 拿出她的项链 顿时心底有些同情 于是便破天荒地允许希拉可以陪迪恩玩会儿 可爱的小侄子看到小姨非常开心 还会关心她的身体情况 可狠毒的二嫂却不高兴了 因为自己和癫痫丈夫没有孩子 亚曼又一直不结婚 所以迪恩在亚曼心中的地位非常高 但希拉的出现 怕破坏自己在这个家的地位 便想尽一切办法赶走希拉 故意支走希拉 让她去给迪恩拿围巾 然后骗迪恩藏进生鲜卡车里 最后再把责任推卸给希拉 等卡车开走了 希拉才发现迪恩不见了 四处寻找惊动了亚曼 以为她故意把迪恩藏起来 便又拉着猎犬来吓唬她 希拉只有哭着喊着不知道 此时保镖来报整个别墅都找不到迪恩 气得亚曼直接把气撒到保镖身上 而罪魁祸首的二嫂还假人假意来劝她冷静 希拉说出了事情的经过之后 亚曼表示你最好祈祷迪恩没事 不然我就杀了你 此时卡车里的迪恩直接冻晕了 保镖拿出监控来看 发现迪恩藏进了卡车 但不幸的是里面有冰箱 希拉非常担心 二嫂却感到很紧张害怕 亚曼要开车去寻找卡车司机 希拉也跟着上车 亚曼让她滚下去 希拉表示除非我死了才会下车 因为赶时间 亚曼没和她多计较 此时卡车司机下车卸火发现了迪恩 可怎么都摇不醒她 于是便认为迪恩已经死了 吓得她把车开到一个荒郊野外 把迪恩放到木头旁边就逃跑了 此时亚曼已经追上了她 威逼殴打她 才得知抛弃迪恩的地方 迪恩被太阳一晒也苏醒了 但在荒野树林里也迷了路 突然不小心还掉进一个大坑里 等亚曼他们找到这里已经不见迪恩 希拉发现了自己给迪恩叠的小船 于是他们在树林里四处寻找 希拉找到这个大坑面前发现了迪恩 等她下去抱迪恩上来时 发现迪恩已经没有了呼吸 伤心欲绝抱着迪恩哭泣 亚曼赶到这里 看着希拉嘴里一直不停说没有呼吸了 气得她立马掏出手枪抵在希拉头顶 女人伤心欲绝地抱着死去的孩子 不料却还被一把枪指着 面对亚曼杀气腾腾的威胁 希拉表示你开枪呀 反正我已经没有牵挂了 你最好一枪打死我 就在亚曼思考犹豫不决的时候 希拉怀里的小东西突然动了 死去的迪恩突然有呼吸了 亚曼赶紧抱着迪恩前往医院 持续低烧又摔了一跤 幸好送来得及时 迪恩没什么大碍 出院时 希拉执意要留在迪恩身边 亚曼本想开车离开 可希拉居然拦在车前请求她 回到家里 着急的二嫂假惺惺来关心迪恩 顺便探问迪恩说了谁让她藏进卡车的 结果发现希拉居然出现在门口 还以为她会被亚曼惩罚赶走 如意算盘又落空了 希拉想靠近迪恩却被亚曼阻止 迪恩醒来只想找小姨 结果她的小姨又住进了地下室 第二天二嫂好意来帮希拉 让她逃出去见迪恩 此时迪恩正发高烧不停呼喊小 希拉见状着急做了一些退烧措施 要抱着她去洗澡 这时亚曼也来了 正奇怪她为什么逃出来是 希拉表示赶紧叫家庭医生 医生来检查 幸好发现了及时 不然就会烧成肺炎 这番话顿时让亚曼对希拉有些感激的触动 迪恩又一直要找希拉 此刻亚曼才发觉 心情血缘是永远不可割舍的 希拉被她钉的头皮发麻屎 亚曼还是离开允许她照看迪恩 此时的二嫂却有些后悔了 本以为自己放出希拉会惹怒亚曼把她赶走 结果却弄巧成拙 女佣正在为二嫂的妹妹素哈布置客房 她想让妹妹回来嫁给亚曼 里边自己获取更多的家族权利 二嫂来劝阻希拉离开 表示亚曼就像一头暴躁的狼 惹怒了她 随时都会吃人 可希拉只有这一个亲人 说什么都会坚持留在小侄子身边 二嫂说亚曼是一个强大家族的掌门人 会给迪恩最好的生活 跟着你只会受苦 希拉此时有些动摇 亚曼刚好在一旁听见 希拉表示只要迪恩能快乐幸福 我也可以放手 正当她要同意离开时 亚曼走进来 让二嫂准备一间客房 结果她却欣喜表示已经准备好 亚曼说希拉可以留下住在客房 从现在这刻起希拉来照顾迪恩 此时希拉很震惊意想不到 二嫂不高兴也只能强忍着 称赞亚曼这个决定对迪恩非常好 贫穷女到富豪家给小少爷当保姆 却不能要工资 只赢这个男还是姐姐的孩子 亚曼表示你不要想着当保姆就能赚钱 你只是迪恩的阿姨 我会随时监督你的一举一动 对于希拉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总算能和迪恩在一起了 接着二嫂的妹妹苏哈也来了 可亚曼只是礼貌性和她打招呼便离开了 此时希拉看着豪华的屋子 望着姐姐的照片 总算没有辜负她的嘱托 二嫂两姐妹还在商量 怎么亲近迪恩对付希拉 骄傲的苏哈竟嘲笑希拉是乡下丫头 根本不把她放眼里 迪恩有了小姨的陪伴 也能好好吃饭了 管家询问亚曼 希拉在哪里吃饭 一具厨房里 让二嫂两姐妹露出一脸得意的表情 要得到亚曼 就得先哄好迪恩 苏哈带着玩具来找迪恩玩 必搜精美的轮船 苏哈想借着拼轮船让亚曼一起 结果迪恩却说自己只喜欢小姨坐的纸船 地旁的亚曼也很奇怪 迪恩居然喜欢纸片轮船 而不喜欢豪华的玩具 眼下的一幕更是引起了她的注意 癫痫的哥哥正在为希拉介绍自己的职务 而希拉很有亲和力耐心地听她讲解 此时亚曼又对希拉欣赏好奇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夜晚迪恩做噩梦被亚曼发现 便把她抱到自己的书房睡觉 此时希拉也好巧不巧做噩梦不停叫着迪恩 愣了一会儿便下床去看迪恩 结果发现迪恩不见了 吓得她赶紧去寻找 看到亚曼书房的门打开 便搭着胆子走进去 发现迪恩在沙发上 把手机放口袋里 抱起迪恩回去睡觉 结果手机掉地上了 等她回到房间 才发现手机不见了 又慌慌张张进入书房去寻找 结果却遇到了亚曼 希拉吓一跳 说清事情缘由 捡起手机便匆忙离开 结果被亚曼叫主 还给她项链 正巧这一幕被二嫂发现 希拉看着项链非常开心 本想到鞋 结果亚曼太傲娇了 公司要举办轮船下海仪式 二嫂早早地就来给苏哈挑选衣服 让她去做头发 晚上陪着亚曼去参加仪式 自己故意假装感冒表示不能去带迪恩 打算让妹妹做替补 结果迪恩对叔叔说 想让小姨陪自己 二嫂的计划又给别人做嫁衣了 看着希拉缓缓走下楼梯 亚曼整个人都看呆了 简单打扮的希拉非常漂亮 可旁边的二嫂却一脸不高兴 江夏小妹简单打扮了一番 竟把千亿黑帮大佬迷住了 亚曼带着希拉去参加公司轮船下海仪式 不料刚出发没多久 迪恩又开始发烧 无奈只好原路返回 二嫂还在给妹妹打电话 让她去参加仪式靠近亚曼出好关系 结果电话还没讲完 门口亚曼就回来了 这天一个男人突然找上门 希拉的追求者塞林 借着送糕点为由来见她 几天前二嫂找到塞林 对她说希拉为了迪恩在别墅受了很多苦 甚至还受到了生命危险 如今看到她手上的绷带 果真如听到的 塞林对希拉说 你有什么困难 可以说出来 我会尽全力帮你 可希拉表示 我在这里很好 此时亚曼走过来 看到情敌分外眼红 愤怒地说道 迪恩的早餐吃了吗 吓得希拉赶紧站起来 回答道已经吃过了 等会儿我给她喂药 听到此话 亚曼还是不高兴转身离开 希拉要离开照顾迪恩 二嫂假装好意来帮她 表示自己帮她看婚儿孩子 你可以忙你的事情 可这一幕又被亚曼看见 生气地威胁希拉 如果再让我看到你忽视迪恩 我会重新给她找个保姆 希拉很慌张解释 亚曼表示 我不想在这个房子里看到和你有关的其他人 这番威胁的话正巧被塞林听见 于是在亚曼出门的时候 大胆拦住她的车 还要求她下车来个正面PK 打了保镖一拳 瞬间就被一群保镖围住 这时希拉跑过来挡在塞林前面 恳求亚曼让他们放下武器 大动作惊动了别墅的所有人 二嫂一副看戏的表情 最终亚曼还是让他们放下武器 在希拉的劝阻下 塞林还是选择离开 二嫂惹怒亚曼的计划又泡汤了 苏哈表示想要放弃 因为她觉得亚曼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自己拿不下她 结果却被姐姐威胁 你不想不好生活了吗 立马打电话找人去殴打塞林 然后嫁祸给亚曼 让希拉误会她 于是来找到亚曼 指责她为什么要这么残忍打我朋友 总有一天我会带着迪恩离开 亚曼缓靠近她表示 你现在就可以试试看能不能离开 希拉吓坏了 而楼上的两姐妹却非常开心 男人撞倒老人却不下去查看 竟还认为这是一个陷阱 希拉执意要下去看老人 可亚曼却看到树丛里有人在靠近 突然希拉看见一个男人拿着枪正指着亚曼 地上的老人也跑了 来不及推开她 亚曼快速补枪吓跑坏了 可希拉的腹部却中了一枪 抱着缓缓下坠的希拉 亚曼抽出她的丝巾给她止血 然后抱着她上车 一只手开车 一只手按住她的腹部 因为是枪伤 只能带她到好友家 让好友帮忙取出子弹 此时亚曼焦急地来回走动 不忍心看到希拉因伤口痛苦的样子 只好转身下楼 其实亚曼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从小就被母亲抛弃 父亲因此还自杀 他认为这世上没有能信任的人 尤其是女人 可自己对希拉那么差 居然还能帮自己挡枪 这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被爱过的人来说 非常难以置信 甚至受宠落惊 手术一直进行到落日才结束 好友临时有事着急离开 只能亚曼照顾希拉 想给她擦拭额头上的汗 却收回手 结果竟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查看希拉是否有呼吸 接着用棉花沾水给她润嘴唇 看着粉嫩诱人的嘴唇 亚曼心里爱情的种子正在发芽 突然希拉的电话响起 看到是赛琳打来的 极度地直接把手机关机 可希拉突然发高烧全身不停地抖动 亚曼只好抱住她给她温暖 第一次抱女人 亚曼还有些不适应 手还一直维持着拥抱的姿势 亚曼此时也很难理解 自己居然会抱一个曾经很讨厌的女人 这是好友回来 夸奖亚曼很难得为一个女人照顾她一晚上 傲娇的亚曼表示她是迪恩的小米 肯定不能让她有事 家里面迪恩思念小米 跑到她的房间睡觉 幸好还有管家爷爷陪伴她 醒来的希拉执意要回别墅 因为她很担心迪恩 怕她认为自己抛弃了她 听到阿里扎说亚曼照顾她一夜时 希拉很震惊 车上亚曼看到希拉伤口疼痛 会贴心为她调整座椅 故意放慢车速 可希拉着急回家见迪恩 不顾伤口疼痛让她开快些 突然停车 亚曼询问为什么要帮我挡枪 希拉回答都是因为我的错误判断 你差点受伤 这个傻女人为她挡枪 虽然还跟她道歉 此时亚曼又对她刮目相看 把希拉带回了家 自己开车去解决开枪的人 想着希拉的那一枪 亚曼像疯了似的不停报答 好在保镖及时拦住她 女人被黑帮大佬欺负虐待 如今却主动帮她挡枪 亚曼暴揍了土匪一顿 买了药送到希拉房间 看到她又因伤口疼痛而出汗 贴心拿指给她擦拭 希拉要醒来 赶忙藏起纸巾不让她知道 关心询问伤势让她暗示吃药 此时二嫂得知希拉为亚曼挡枪的事 她非常气愤 害怕希拉会勾走亚曼的心 晚上吃饭时 亚曼让管家叫希拉过来 二嫂以为希拉又犯什么事要被惩罚 亚曼突然宣布希拉以后 可以上桌一起吃饭 二嫂两姐妹顿时有些措手不及 希拉也意想不到 癫痫的兄弟则非常开心欢迎 此时的希拉很紧张 却还要忍着伤口的疼痛 但这一幕都被亚曼看在眼里 回到书房 又调出监控偷看希拉怎么走进屋的视频 而可怜的希拉此时还要照顾小狄恩 望着小狄恩希拉突然想起了什么 来到书房找到亚曼 表示道 你的世界太黑暗危险了 狄恩不适合跟着你 亚曼回答你只需要好好照顾狄恩就行 其余的你不用担心 这天希拉要带着狄恩去墓地看望姐姐 狠毒的二嫂又要大干一番 狄恩望着妈妈的坟墓 送给她一盆鲜花做最后的道别 让希拉不要像妈妈一样抛下自己 希拉感动表示 我永远不会让你一个人 以后我走哪里都带上你 就在此时 保镖们一个也不见了 顿时让希拉有些奇怪 回到家的亚曼接到一个电话 被告知希拉他们不见了 想起几天前希拉说自己的世界很黑暗的话 便认为他是故意带着狄恩逃走 亚曼刚把保镖教训了一番 希拉就带着狄恩出现 这凶神恶煞的眼神 希拉害怕的都要哭了 回到房间还没关上门 亚曼就出现 凶狠地拉着他的手表示 希拉表示 我确实带着狄恩逃跑了 亚曼很气愤 希拉害怕极了 亚曼说道 就不应该让你进门 你就该住地下室 希拉解释道 我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你的保镖全部见了 而且出现不认识的人一直追着我们 亚曼找到小侄子也证实了希拉所说的话 看来自己是真的错怪他了 贫穷女来朋友餐厅打工赚钱 却被爸总误会时来约会 亚曼看到他们聊得火热 顿时嫉妒心爆棚 本想下车阻止 可自己好像没身份有点多管闲事 过几天是狄恩的生日 家里人要为他举办一个生日派对 可希拉没有钱买礼物 只好去好友餐厅打工 希拉请二嫂帮忙照看迪恩 结果她转身就给亚曼说希拉不带孩子 于是亚曼气愤来到餐厅找到希拉 让她回家不要工作 可希拉执意要留下 此时赛琳出现 为了不让两人发生争执 希拉还是服软跟着回去 第二天要出门的时候 突然发现床上有一个礼盒 打开一看是一条漂亮的礼服 这让希拉想起应该是二嫂送的 几天前 迪恩希望小姨在自己的生日派对上 穿得像公主 可希拉的衣柜里一件像样的裙子都没有 好在有雏娘阿姨借给她一条 结果被二嫂看见 趁着她不在 极度地要毁掉裙子 正巧希拉进门 二嫂只好说裙子需要拿去干洗 可第二天餐桌上 二嫂却说干洗店的人把裙子弄坏了 假惺惺地表示自己会补偿她 希拉很愧疚 那是雏娘阿姨借给自己的 此时亚曼也注意到 于是便让人买礼裙送给她 结果被希拉误解是二嫂送的 明天就是迪恩的生日派对 可狠毒的二嫂居然打电话给餐厅 下很多订单 目的就是想让希拉不能及时赶回来 而倒霉的希拉 熬夜工作了一晚后 第二天路上还遇到出租车坏了 为了赶时间 她只好走路回家 此时小迪恩的目光一直望着门口 很期待小姨能出现 亚曼也不停地看手表 宾客都到齐了 亚曼只好让保镖去餐厅把希拉带回来 可刚一转身 目光顿时被吸引住 苏哈以为自己的美貌把亚曼征服了 结果是希拉穿着漂亮的礼服 出现在楼梯吸引住了亚曼 希拉缓缓走下来 苏哈很嫉妒 亚曼像个忘妻时事的 目光就没有从希拉身上移开过 随着希拉的越来越靠近 此时亚曼像恋爱了似的 苏哈想让希拉出丑 结果弄巧成着反而成人之美 这个穿得像睡美人的贫穷女 此时的经验亮相 瞬间把富豪霸总迷住了 大嫂两姐妹非常不高兴 众人都被希拉的美貌惊艳重 尤其是这位男士 眼神不停看向希拉 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亚曼看在眼里 顿时燃起极度之心 看着男士搭讪希拉 只好借口说迪恩在找你 结果人家迪恩在沙发上玩得好好的 丁克是亚曼的合作伙伴 今天借着生日派对来签约 可她总是基于希拉 亚曼很不高兴 最后连合作都不要直接赶她走 可刚送走一个情敌 又来一个追求者 塞林为希拉送来迪恩的生日礼物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此时希拉也很紧张 好在亚曼转身离开了 闲聊的宾客夸奖希拉很漂亮 和亚曼站一起很像一对情侣 这些话顿时让二嫂不高兴 于是计划让希拉出丑 故意放药在城汁里让希拉喝下 要准备切生日蛋糕食 药效发作突然站不起来 但都被随时关注她的亚曼发现 希拉强忍着站起来和迪恩庆祝生日 可刚切完蛋糕要拍照时 希拉再也坚持不住要倒下 大家都吓坏了 亚曼立马抱着她去医院 望着希拉美丽的脸庞 此时亚曼无法专注自己 因为她已经恋爱了 希拉完全占据了她的思绪 突然握着她的手 用另一只手去抚摸她的脸 王子再也忍不住想要去吻睡美人时 希拉突然睁开眼 梦醒时分 亚曼吓一跳 很紧张 甚至不敢睁眼去看她 刚要转身出去 希拉就醒来 心里一直挂念着迪恩 不顾亚曼的劝阻 执意拖着病要回家 此时迪恩很担心小米 害怕她像妈妈一样 去了医院就再也回不来了 好在有善良的厨娘安慰她 夜晚亚曼睡不着 又来射箭缓解 可思绪总被希拉打乱 连射箭也不能专注 时刻想起那个吻 一直都是射中把心的 结果一剑不如一剑 之后希拉一如既往要去打工 可亚曼很生气 结果调查到希拉很缺钱 甚至被以前的房东 以拖欠房租而起诉 于是亚曼帮她把欠债清了 让她安心在家里带迪恩 可希拉不高兴了 表示自己不是迪恩的保姆 是她的小米 不可能利用她来赚钱 回到房间掏出包里的所有钱 来到亚曼房间还给她 表示其余的钱 以后会慢慢还给她 男人看着心上人和情敌有说有笑 气得她直接掀翻桌子 希拉在二嫂的怂恿下 带着迪恩去餐厅打工 结果刚去没多久 就被二嫂告状 亚曼怒气冲冲带着人来找希拉 希拉表示餐厅接了很多订单忙不过来 可话还没说完 亚曼就发脾气 希拉吓坏了 亚曼扔下一叠钱 就带着希拉离开 车上希拉不停解释 而亚曼认为她为了来见情人 竟不顾迪恩的危险 希拉生气指责她是最粗鲁 最野蛮的人 而亚曼竟无言以对 此时回到餐厅的赛琳 从员工那里得知发生的事 加上二嫂添油加醋 把希拉说得惨兮兮的 竟有些冲动掏出武器 希拉很害怕自己连累赛琳 就把责任全部推给自己 表示是自己想去餐厅的 和赛琳无关 听到希拉这么关心情敌 亚曼更加气愤了 回到书房 看到生日宴上希拉的照片 气得她当即撕掉 结果又发现了一张合照 本想再次撕掉 结果这次却舍不得了 第二天赛琳给亚曼打电话 约她进行一场男人之间的对局 餐厅员工发现了子弹头 害怕老板会做傻事 便给希拉打电话 可说好的one by one 结果亚曼不守规则 果然资本就是不讲道理 而赛琳丝毫不畏惧 表示这次是来警告你 以后对希拉尊重点 此时希拉也刚好赶到 看到这阵仗 立刻先关心赛琳有没有事 心里咒骂亚曼是个暴君 而亚曼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希拉 接着约见客户 订餐厅让希拉和亚曼相遇 此时赛琳准备向希拉求婚 刚好被亚曼听见 非常震惊 气愤的连客户都不想谈了 直接走掉 见希拉委婉拒绝 赛琳只好说 这样可以帮助你收养迪恩 亚曼以为希拉要带着迪恩离开别墅 气得她开车走神差点出车火 赛琳让希拉好好考虑 可这一幕又被刚回家的亚曼看见 拿杯子撒起 第二天宣布不让希拉接近迪恩 让二嫂照看计划得逞的两姐妹露出一脸得意的笑 希拉屡次想找亚曼谈谈 但都被她拒绝 这天赛琳给希拉打电话 可希拉再次拒绝了她的好命 表示会留在别墅不考虑结婚 刚好被路过的亚曼听见 顿时感到很高兴 苏哈建议带着迪恩去公园玩 结果亚曼让希拉带着一起 苏哈大吃一惊 自己的计划又为别人做嫁衣了 这个女孩太可怜了 此时正在被一帮土匪活埋 几个小时之前 希拉被二嫂联合亚曼最大的敌人设计绑架 亚曼收到消息时非常震惊 敌人要求亚曼退出商业竞标 并且当面给她道歉 对亚曼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耻辱 她也从来没有为任何人做过这样的事 二嫂认为高高在上的亚曼不可能屈辱道歉 希拉就可以被除掉 可她没有想到 此时的希拉已经深深占据亚曼的心 加上迪恩一直在寻找她的小 亚曼最后还是退出竞标 来到敌人约定的地方跟她道歉 可敌人认为亚曼来迟了一步 希拉已经被转移 拉到另一个地方正在被火买 亚曼看着视频中的希拉被缓缓推下土坑 紧张的额头冒汗 立马跑出去根据视频环境找人 此时的希拉正在被土掩埋 拼命地呼喊挣扎 可都无济于事 随着一波波土逐渐掉下来 空间里的空气也越来越稀薄 嘴巴里眼睛上都是土 不得不说土耳其的女演员非常精力 不仅演技好还十分能吃苦 完全碾压国内的一大帮演员 此时亚曼正开车赶来 可路上又遇到了堵车 希拉已经完全被土掩盖 连最后的挣扎也消失了 握着姐姐的项链 想起迪恩 表示很愧就再也不能照顾她 此时亚曼也赶到 找到希拉掩埋的地方 恐惧得她顿时跪下来直接用手挖土 嘴里不停呼喊 希拉我在这里 找到一把铁铲拼命地挖 终于挖到装希拉的盒子 打开一看 显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快速抱起希拉 不停摇晃她 呼喊她睁开眼睛 可都没有反应 就在亚曼难以接受 希拉已经死去的时候 突然一声咳嗽 希拉醒了过来 希拉看到是亚曼来救自己 立马抱住她 额怕的精力对希拉来说很恐惧 很感激亚曼救她重生 亚曼也终于找到她 多么美好的拥抱 放下了自尊 也拥抱了她 此时也感触到自己有多爱希拉 不能失去她 把希拉服上车带回家 可希拉像丢了魂似的 即使洗过澡了 也不敢面对自己换下来的衣服 坐在床边不停地哭泣 亚曼看着她伤心的模样 想进来看看她 希拉吓一跳 面对恐惧的希拉 亚曼表示需不需要叫心理医生 可希拉拒绝了 亚曼很气愤愧疚 第二天便把敌人绑到希拉面前 表示任由她处置 敌人被打得鼻青脸肿 吓得跪下来求希拉饶过她 可善良的希拉还是同意 这令亚曼很吃惊 就连保镖也没有想到亚曼会同意希拉 只是惩治敌人而没有杀了她 这完全不符合亚曼的性格 此时她也很疑惑 为什么会听这个女人的 这个小男孩太可怜了 妈妈竟是被亲二婶推下楼害死 二叔回忆起自己看到的真相 不敢面对妻子居然是凶手 于是便向疯了似的离家出走 路上还遇到了两个抢劫犯 亚曼带着希拉满大街的找 医院和各个港口都问遍了也没有人 直到天黑亚曼接到一个电话 在殡仪馆发现了和哥哥相似的人 听到这个消息亚曼顿时非常伤感 二哥是唯一的手足 竟也要离自己而去 希拉听到这个消息也难以置信 可要出发的时候 车子居然坏了 又强忍着悲痛下车去检查 尽管很烫手 也要坚持把车修好 希拉看在眼里非常心疼她 二嫂接到消息也非常伤心 心里担心着自己豪宅的地位不保 来到地方 亚曼不敢走进去 看着被推出来的人 露出手臂上绿色的毛衣 亚曼更慌张了 回想起今天亲自为哥哥穿的毛衣 流着泪不敢去辨认 可当她鼓起勇气正眼去看时 顿时松了一口气 希拉也没想到 这个人不是她哥哥 难以想象一个硬汉居然靠着墙偷偷落泪 希拉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只能安静地陪着她 此时大嫂也如是重负 可立马又担心起亚曼找到丈夫 自己的坏事会不会被发现 亚曼带着希拉来到自己从小住过的地方 每走一个地方 都是一个沉重的回忆 眼巴巴望着妈妈远去的背影 这里是她最不想来的地方 也是令她最受伤的地方 握着自己疼痛的左手 还是坚持走进去找哥哥 房子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化 可陈旧的设施 不停地让她回想起过去的自己 妈妈的狠心抛弃 此时哥哥神志不清地望着前面 亚曼看着凳子 这是令她最悲痛的回忆 妈妈嫌平爱抚弃他们之后 爸爸忍受不了而选择自杀 亚曼发现是拼命抱住爸爸 最后摔倒砸中自己的左手 所以每当有这种童年回忆 自己的手臂就会不自觉地疼痛 哥哥嘴里不停说着爸爸上吊自杀的话 亚曼只能抱着他 给他安慰 表示还有自己 以后都不会有人离去了 回到家里 亚曼询问哥哥为什么要回老屋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二哥支支吾吾不停看向二嫂 此时的二嫂非常紧张很害怕 可二哥还是选择帮妻子隐瞒 表示自己无意看到亚曼的手机 希拉被活埋的画面 二嫂顿时松了一口气 亚曼很自责是自己刺激到哥哥的 经过这件事 二嫂居然变本加厉 想到要除掉希拉就必须从狄恩身上下手 希拉因低血糖摔倒脚踝扭伤 只能整天躺床上 二嫂居然把她的药换成安眠药 让她整天睡觉表现得像迪恩妈妈生病时的模样 迪恩见到此情景就会想起妈妈的离去 如今小姨也快离开自己了 这天晚上二嫂悄悄来到迪恩的房间 给她拨她妈妈呼喊她的声音 迪恩听到声音 立马跑出去 第二天亚曼来迪恩房间 才发现她不见了 于是当即派人在别墅四处寻找 此时希拉也被外面吵闹的声音吵醒 这个小男孩太可怜了 抱着妈妈的衣服 独自在杂物间睡了一夜 幸好叔叔和小姨找到了她 可如今又要被迫住进福利院 看着爱自己的亲缘却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甚至连见面都不行 只能眼巴巴透过窗户和小姨交流 希拉望着可怜的迪恩 伤心的痛哭流泪 这一切都是因为狠毒的二嫂 在别墅里二嫂不停地用言语刺激迪恩是一个孤儿 父母走了 小姨又不相信自己能听到妈妈呼喊自己 加上二嫂找人向社会福利院投诉 迪恩在别墅生活得非常不开心 并且向他们告发亚曼和希拉都没有迪恩的抚养权 福利院的人强行要带走迪恩 希拉也没办法 只能眼睁睁看着迪恩被带走 等亚曼赶回来时已经晚了 则问希拉为什么不坚持等自己回来 希拉只能以悲伤痛苦的情绪回应她 随后亚曼召集公司的律师让他们想办法 可法律规定没有抚养权加上被投诉 工作人员调查他们的这段时间 迪恩只能待在福利院 此时的亚曼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回想起和小侄子的点点滴滴 自己给他们拍照 然后三个人的合照 多开心的画面 家里面二哥非常担心迪恩 怕他像自己和亚曼小时候 在福利院没饭吃被欺负 亚曼无言以对 希拉安为二哥现在的福利院不一样 有很好的条件 此时迪恩还在等待着小依能来带自己回家 饭也不想吃 还被同伴嘲笑没有人会来接她 亚曼让秘书调查是谁在举报 二嫂两姐妹非常紧张 怕自己被发现 二嫂居然找赛琳来背黑锅 又故意在亚曼面前提起赛琳曾送货到别墅 表示过很同情迪恩被关在别墅没有自由 和妹妹谈起会不会是她举报的 加上秘书告知是被一个男人举报的 这更加确定了是赛琳 于是亚曼拿着枪准备去找赛琳算账 此时希拉也收到赛琳的短信 正询问她有没有消息是谁举报的 此时亚曼用枪指着赛琳 面对突如其来的枪 赛琳有些紧张 但也不畏惧 接着希拉也刚好赶到 见此情景 着急为赛琳解释 对亚曼说 不是赛琳举报的 他刚还在问我 掏出手机点开短信给他看 最后亚曼还是选择相信希拉 富家小少爷为了见亲人 竟独自逃出福利院 不料却被一个坏人绑架 亚曼得知迪恩走丢后非常担心 立马召集黑手党的人寻找 一个个土匪窝去询问 惹怒他直接动手暴揍一顿 希拉在一旁吓坏了 及时劝阻他才罢手 亚曼嫌弃希拉爱事 最后撇下他独自开车离开 此时迪恩正被土匪抱进车里 刚好亚曼赶到 拉出车里的绑匪 疯了似的暴揍一顿 直至迪恩靠近看到才松手 迪恩哭着抱着叔叔 对亚曼说 不要丢下自己 不要去福利院 此时亚曼回想起 曾经自己也这样苦苦哀求妈妈 于是当即做了一个决定 抱着迪恩上车 希拉也带着警察赶到这里 可亚曼已经带着迪恩逃到一片山林 希拉急疯了给亚曼打电话却关机 亚曼告知秘书 让他打一笔钱在自己账户上 准备带着迪恩出国用 二嫂两姐妹找不到亚曼也很着急 家里的财神不见了对自己也鼓励 希拉在阿里扎这里得知亚曼最可能去的地方 来到这里却差点被亚曼认为是坏人 希拉被她的枪吓坏了 亚曼很震惊她为什么会来 迪恩见到小姨非常开心 希拉劝亚曼把迪恩送回福利院 可亚曼不同意 于是两人便争执起来 此时山里一位老奶奶以为他们是一对夫妻 便好心劝阻他们夫妻之间要多沟通 接着拉着他们的首方一起表示 争吵对孩子不好 要多体谅对方 这番话顿时让他们非常尴尬 深夜亚曼接到秘书的电话 护照已经办好随时可以出国 亚曼表示管理海外的公司自己将不再回来 刚好被希拉听见 两种震惊的眼神汇聚 希拉质问她 为什么要这么做 亚曼表示这样才能让迪恩更好的成长 有亲人的陪伴 希拉却放下狠话 我绝不会让你带走迪恩 第二天亚曼还是独自带着迪恩离开 等希拉发现已经晚了 手机也没电 只好揭露人的电话报警 迪恩的叔叔带走了她 此时亚曼的人也感到强行带走希拉 秘书送来护照 轮船还要等一会儿 迪恩掏出小姨的丝巾想念她 亚曼也看在眼里 希拉无可奈何回到家里 二嫂上前询问 希拉对她说 亚曼带着迪恩出国了 二嫂顿时不敢相信 希拉抱着迪恩的相片不停哭泣 自己再也不能见到她了 此时迪恩也很想念希拉 对叔叔说 我可以不出国吗 出国就见不到小姨了 我可以去福利院 等着你们来接我 亚曼很纠结 不得不重新考虑 别书里 希拉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 含泪告别了所有人 提着箱子准备开门离开 富豪叔叔和贫穷小姨 小男孩会跟着谁走 迪恩表示两个都要 希拉本以为迪恩已经被亚曼带出国 不料刚打开门 眼前的一切令她惊呆了 小迪恩疏直居然回来了 希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迪恩开心跑过去抱住她 希拉十分感动 谢天谢地终于能再次见到自己的小可爱 但高兴不过三秒 此时福利院的人找上门 表示要带走迪恩 希拉很心痛 迪恩反而安慰她别担心 我已经和叔叔说好了 会乖乖在福利院 等着你们来接我 希拉也只能夸奖她是个好孩子 和叔叔道别 亚曼让她做一个坚强的孩子 苏哈很气愤 希拉又留了下来 二嫂劝阻妹妹 幸好亚曼回来了 不然你以后嫁给谁 回到房间的亚曼刚想躺下休息一下 希拉走进来 感谢她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亚曼说到这样做只是为了迪恩 此时秘书来找亚曼 表示警察来了 亚曼气势汹汹下楼 警察阿里表示 你涉嫌绑架儿童 需要跟我回警局做调查 希拉着急询问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结果被二嫂拉到一边 亚曼愤怒地瞪着阿里 结果还是被尻上手铐 此时亚曼这边的人立马掏出枪指着对方 自古以来鸣布与关斗 无论你有多大财富 亚曼霸气取下手铐 静止走向警车坐进去 此时二嫂两姐妹非常开心 因为警察是希拉招来的 亚曼绝对不会原谅她 警察局里亚曼为自己辩解 迪恩被绑架 自己只是把她救出来而已 并且还给了福利院 你没有权利逮捕我 巴里无言以对 加上希拉也打电话帮亚曼说话 可回到别墅的亚曼非常气愤找到希拉 恶狠狠地盯着她 直逼到阳台 希拉害怕得一步步退让 一步小心 希拉很想站起来 但亚曼掌握着她的生死大权 拉着她的手不让她起来 表示你为什么要报警 松手又拉住她 一次次吓唬她 最后还是拉她起来 放下狠话 记住你犯下的大错 我随时会讨回来 希拉吓坏了 久久不能从恐惧中停息 而亚曼回想起 自己受伤希拉贴心的招呼 此刻感觉非常讽刺 扯开纱布扔得远远的 再也不想跟她有什么瓜葛 女人为了和黑帮大佬 争夺外甥的抚养权 不仅被她吊起来溺水 还被猎犬撕咬 如今终于得到迪恩的抚养权 可希拉却不怎么高兴 迪恩很喜欢亚曼 可福利院的人不让她再住进别墅 而自己也很害怕跟亚曼说 鼓起勇气走进亚曼书房时 正巧她接到秘书电话 亚曼得知心爱的侄子 判给了希拉非常气愤 大声质问她 为什么要把迪恩从我身边带走 还要隐瞒我 希拉很想解释完全没有机会 亚曼大发雷霆把桌上的东西全部推 希拉吓坏了 亚曼认为她就是个骗子 故意报警让福利院的人知道自己涉嫌绑架儿童 这样就会失去抚养迪恩的资格 希拉很想扬起手打她一巴掌 却被亚曼拦住 临走之前生气对亚曼表示 你的世界太黑暗 太暴力了 迪恩根本不适合跟着你 回到房间立马开始收拾行李 等亚曼发现是希拉已经离开 着急开车去追她 霸气把她拉进自己的车里 无论希拉怎么挣扎也无用 回到家里气氛拉着她进房间 然后关门锁上 里面的希拉着急呼喊开门 却没有一个人敢回应她 亚曼放下狠话 谁敢开门后果自负 情急之下希拉找一根铁丝想打开门 却被二嫂两姐妹嘲笑 还假人假意表示我会想办法救你出来的 这时警察朋友给希拉打电话打不通 便和阿里开车去找她 希拉被救了出来 立马给福利院打电话表示自己会赶进来 可她的钱包落在桌子底下 来到福利院 迪恩很开心见到希拉 别墅里亚曼发现希拉逃走了 立马召集所有人去寻找 想到亚曼可能会来抢迪恩 阿里建议希拉跟自己回家比较安全 这天亚曼的保镖跟随赛琳发现了希拉 立马通知老板 于是亚曼带着所有保镖赶到这里 用命令的口吻让希拉把迪恩交出来 希拉表示法律规定 敌恩由我抚养 你没有权利干涉 此时警察阿里也赶回家 两种凶狠的眼神汇聚 气势不相上下 阿里对亚曼说 你擅自闯进了我的房子 亚曼表示 你以为你是谁 怎么敢把我的侄子藏起来 阿里丝毫不畏惧 威胁亚曼十秒钟离开我的房子 不然我会履行警察的职责 僵持了半分钟 双方都掏出来枪示威 亚曼还是不能明目张胆 在警察家里抢人 于是放下狠话 我一定会带走迪恩的 回到家里的亚曼发现了希拉的钱包 在苏哈的挑拨下 亚曼做了一个决定 让秘书安排人陷害除掉希拉 秘书再三确认 他可是迪恩的小女 狠心的亚曼表示 迪恩以后不再会有小女了 而迪恩每天都很想叔叔 趴在窗户上期待亚曼的出现 这一切都被希拉看在眼里 此时亚曼和阿里都来到阿里扎这边 各自都在向对方放狠话 Battle 秘书打电话给亚曼表示 计划已经安排好 亚曼着急赶回家 心爱的侄子被小姨子带走 黑帮大佬怒火冲天回到家 不料下一秒却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侄子和希拉又出现在别墅 迪恩开心跑过去抱住叔叔 难以置信看着希拉 表示你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 楼上的两姐妹却气坏了 又不得不假装开心 表示欢迎希拉的回归 此时亚曼想到让秘书安排陷害希拉的计划 赶紧回到书房告知秘书终止 希拉来到书房 对亚曼说迪恩很想你 我们以后会留在别墅 但是福利院的人 认为迪恩不适合待在别墅 所以这件事不能说出去 亚曼非常后悔当时没有给希拉解释的机会 终止计划失败 亚曼雇陷害希拉的人 已经完成任务拿钱逃跑了 秘书正打电话竭尽全力找她 正巧这些话被苏哈听见 立马打电话给姐姐庆贺 希拉这次完蛋了 此时迪恩正拉着叔叔和小姨陪自己射简 平静美好的时光 宛如一家三口 殊不知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希拉因涉嫌欺诈罪要被警察逮捕 听到这个消息 亚曼很慌张 希拉可怜兮兮为自己辩解 警察表示可以到警局详谈 最后只能恳求再等几分钟 来和迪恩做个道别 表示自己要出去几天 让她乖乖待在家里听叔叔的话 此时亚曼非常愤怒愧 临走时 二嫂还在捅刀子 故意在亚曼面前说风凉话 不知道是谁这么坏 居然要陷害善良的希拉 亚曼再也不能无动于衷 对希拉说 不要害怕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回到书房的亚曼立马派人找罪犯 怒气冲冲质问秘书 谁让她参与犯罪的 秘书很无语表示 当时是你命令的 亚曼气得发狂 只能以自残泄愤 警察局里 朋友菲拉特对希拉表示 是不是亚曼陷害你的 希拉正思考时 亚曼的律师团队就来了 希拉立马否定了菲拉特的猜想 还无比相信亚曼 收到律师无能为力的消息 亚曼焦急赶到警察局 此时希拉正伤心地哭泣 亚曼走进门看到此情景 顿时很内疚 负罪感蔓延整个身体 希拉哭着说道 可能会判四年 可是狄恩怎么办 亚曼只能安慰她 别担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 而希拉还在责怪自己太大意了 不小心弄丢了钱包 才让坏人有机可乘 听到这些话 亚曼更加良心不安 掏出一张狄恩的照片 表示这是他出生的第一张照片 我哥哥死后我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让他一直陪着你直到你出来 出来的时候 阿里一眼就道破亚曼是个伪君子 故意陷害希拉争夺狄恩的抚养权 此时亚曼竟无言以对 只能用行动拯救自己的过错 监狱里 新来了两个罪犯 一个凶神恶煞的罪犯 正要对另一个人施暴 结果善良的希拉挡在前面 女人被黑帮大佬陷害入狱 如今未救同伴 却被意外捅伤 危险之际她却还惦记着小侄子 害怕自己因此死亡再也见不到她 希拉被送进医院救治 此时亚曼也收到消息 立马开车赶到医院 狂造症的嘶哈气坏了 对姐姐表示 从来没有看到亚曼这么紧张一个人 她已经爱上希拉了 亚曼在希拉床前守了一夜 她才醒过来 贴心为她穿好衣服 并承诺要让伤害她的那个人付出代价 希拉很感激 亚曼更愧疚了 誓死要找到罪犯迷笔 让秘书发来信息地址 准备亲自动手 找到罪犯藏逃的地点 BV3 使出洪荒之力把他们暴揍一顿 可最关键的罪犯开车逃跑 当即掏出枪瞄准车轮 一打一个准 今天是希拉申诉的最后一天 可罪犯还没有找到 警局朋友也很无奈 此时希拉也刚好听见 非常害怕自己被定罪 就在大家都束手无策时 亚曼带着罪犯出现 此时希拉感觉亚曼就是自己的英雄 黑暗中的一束光 等候审讯的时候 亚曼对希拉说 是我害你入狱的 一切都是我设计的 希拉顿时不敢相信 质问她为什么 亚曼表示 你要抢走敌恩 我只是想惩罚你 希拉情绪激动拉着她怎么能这么做 忽然回过神来 原来一切都是亚曼在想象 心里很纠结 到底要不要告诉希拉真相 一切尘埃落地 希拉终于被无罪释放 回到别墅下车时 亚曼想叫住希拉告诉她真相 可迪恩的突然出现 打乱了她 而楼上苏哈看着像团聚的一家人 顿时非常气愤 为了弥补自己的愧疚之情 亚曼准备送给希拉一份礼物 打开一看是一把钥匙 希拉很疑惑 亚曼表示欢迎来到别墅 避位着希拉将成为家人 二嫂两姐妹很气愤意想不到 一切又圆满回到最初 希拉终于能好好陪迪恩玩耍 亚曼也很享受着美好的时光 可看到她因伤口疼痛又来关心她 希拉表示很感激 让自己和迪恩有一个家 在哥哥的开导下 亚曼终于鼓起勇气来找到希拉 先扑殿下 吞吞吐吐吐表示以前我不够了解 可希拉立马回答 很抱歉 我一直认为你是个残暴者 但现在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强大的保护者 我不再害怕 因为你不是故意要伤害我的 这些话 顿时让亚曼无地自容 想要说出真相 更加难以启齿了 今天是亚曼的生日 迪恩正在为叔叔作画 希拉从他哥哥那里得知亚曼喜欢栗子蛋糕 便决定为她做一个 二嫂两姐妹还在计划怎么赶走希拉 苏哈在秘书的手机里翻到亚曼陷害希拉的短信 偷偷用自己的手机照下来 希拉带着迪恩端来蛋糕为亚曼庆贺 迪恩还补充说到这是栗子蛋糕 亚曼顿时想起令她伤痛的微 看着亚曼悲伤地握着左手 希拉感觉不对劲 便找借口把迪恩织出去 询问亚曼有什么问题吗 亚曼表示因为妈妈的离去 再也不喜欢栗子蛋糕了 希拉很愧就想转身离开 迪恩突然回来 欣喜拿着自己的话送给叔叔 为了小侄子 亚曼只能寒忍着痛苦的回忆吃下蛋糕 希拉看在眼里 此刻非常心疼她 而苏哈两姐妹正商量 怎样让希拉知道短信内容 此时蛋糕也吃得差不多了 亚曼本想告诉她绑架的真相 结果希拉收到一条短信 点开一看 顿时愣住 难以置信地望着亚曼 女人为争夺外甥的抚养权 竟被黑帮大佬陷害入狱 如今得知真相后 希拉难以置信 顿时崩溃 气愤质问亚曼 怎么可以这么做 亚曼惊慌失措想解释 希拉对她说 你就是个自私的野蛮人 再也不信任你了 回到房间 希拉很伤心地哭泣 立马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这时迪恩带着一幅画走进来 像一家三口 小可爱童言无忌对希拉说 很想亚曼和希拉做她的爸爸妈妈 希拉有些尴尬 看着可怜的迪恩 还是为了她留下来 第二天早上 亚曼看着希拉房间没人 又来看看迪恩的 想起希拉说的狠话 亚曼很慌张 以为希拉带着迪恩离开了 怒气冲冲下楼 忽然听见迪恩的声音 来到厨房 看到希拉还在 顿时松了一口气 可希拉不想看见她 便找借口带着迪恩离开餐厅 亚曼一直想找机会和希拉谈谈 但都被她无情拒绝 追到厨房 希拉不小心手被叉子弄伤 亚曼立马递出纸巾 可气愤的希拉根本不领情 此刻从未在任何人面前 是过弱的亚曼 顿时感到委屈 回到书房又开始发火 总是自残谢粉 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立马带着迪恩 拉着希拉着急出门 二嫂上前询问 可只留给她一个车尾 亚曼带着迪恩来到一个房子里 因为福利院的调查员 要来回访希拉 亚曼提前接到消息 着急安排的这一切 此时亚曼带着迪恩在房间玩耍 调查员表示 想进房间考察下环境 希拉顿时很紧张 不料却因为调查员的一个电话 及时拯救了她 希拉气愤质问亚曼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害我差点失去迪恩的抚养权 亚曼回答 我一直想找你谈谈 可被你拒绝 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希拉气得哑口无言 看着亚曼的手受伤 又贴心为她治疗 害怕调查员再次回房 亚曼只好收拾行李 对二嫂表示 带着迪恩出去旅游几天 来到地方 亚曼提着箱子 正要走进门的时候 却被希拉拦住 表示你把房子给了我和迪恩 我就有权利让谁进来 听到这番话 亚曼顿时傻眼 随即希拉要关门 气愤的亚曼很想去敲门 但还是收回手 心里五味杂陈 谁让你平时不尊重人 这下尝到追气的滋味不好受了吧 深夜 希拉打开窗帘 却看到亚曼还在车里没有走 顿时很惊讶 亚曼也看向她 希拉气愤拉上窗帘 第二天 塞林得知希拉搬出来 便带着礼物来看她 可亚曼不高兴了 自己的房子 秦迪能进去 自己却只能守在门外 看着他们有说有笑 顿时又愤怒又嫉妒 感觉要把手里的方向盘毁掉似的 男人自己的房子 却被心上人赶出门 不料秦迪却可以出入自由 亚曼看着他们一起吃早餐 肺都快气炸了 幸好还有小侄子心疼她 看到塞林 自己又不能当着希拉的面发火 只好以工作为由离开 塞林建议带着迪恩出去转转 顺便买点生活用品 而亚曼忙完工作 来找希拉时却被仇家盯上 怕希拉有危险 便给她打电话让她别出门 结果却打不通 绕了一大圈才甩开仇家 结果眼前一幕 宛如一家三口一起漫步 极度的亚曼顿时非常气愤 立马开车拦住他们 把希拉责骂了一番 又向塞林宣示主权 回到房子 希拉依旧不想让她进门 烈碗突然停电 希拉非常害怕 这才想起亚曼执意要留下来保护他们 看着外面的人影 希拉有些后悔 随着人影逐渐靠近 希拉吓傻了 走近一看 原来是亚曼 顿时松了一口气 主动伸出手拉她起来 而别墅里 二嫂为了调查亚曼在做什么事 故意刺激她的哥哥 说亚曼带着迪恩离开不要你了 看在迪恩的份上 亚曼还是被邀请进门吃早餐 收到二嫂告知她哥哥发病的短信 亚曼不得不赶紧回家 二嫂表示 你哥哥很担心你带着迪恩离开了她 如果你告诉她你目前住哪里 她可能会好起来 亚曼只能安慰哥哥 一定会带着迪恩回来的 亚曼一出门 二嫂立马打电话找人跟踪她 亚曼以为是自己的仇家 便把他们拧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霸气下车 把他们暴揍一顿 二嫂得知此事非常气愤 亚曼回到房子 却发现希拉和侄子不见了 立马开车去寻找 结果希拉在赛琳的餐厅帮忙 亚曼怒气冲冲找到这里 却被赛琳拦住 亚曼霸气回应 没有人敢瞒住我 希拉表示 我很讨厌你干涉我的生活 到处都有你 拿出陷害的短信 亚曼自知理亏 妹就离开 殊不知她只是想保护你 向阿里扎吐露心声 自己伤了希拉的心 不知道怎么修补 阿里扎只能劝她要有耐心 来到希拉这里 警察阿里也刚好在 质问亚曼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此时亚曼很委屈 自己的房子不仅不能进 还要被质问 阿里拉着希拉对她说 这个人很危险 我怀疑陷害你欺诈的就是她 希拉很犹豫 要不要告诉阿里真相 看着亚曼 最后还是选择维护她 对阿里表示 尽管她很野蛮暴力 但我依然相信她 听到这番话 亚曼也很震惊 漂亮女人遇变太难 竟以为她是个好人 福利院的调查员经过二次回访 迪恩终于可以安心和小姨在一起 当晚亚曼就带着他们回家 来到书房 希拉主动是好 表示我们停止战争吧 为了迪恩我们可以做朋友 尽管亚曼很惊讶 还是握手言和 第二天希拉在赛林餐厅帮忙时 一个变态男山姆被美丽的希拉折服 故意以教迪恩尤里克克为由接近她 可亚曼非常不喜欢她 不仅是出于男人的嫉妒 还总觉得她不是个好人 这天亚曼调查到 山姆的海外留学经历是假的 而且还经常会去看心理医生 当着希拉的面拆穿她 结果她却可怜希希表示 自己的未婚妻出车祸死了 才患有抑郁症 表示想努力活着 不得以造假为生 希拉很同情她 亚曼也半信半疑 为了打消亚曼的顾虑 特意买一个礼物送给迪恩 然后扯断水池的电缆 引导迪恩来水池玩轮船 自导自演发现危险 及时拯救迪恩 众人都吓坏了 亚曼也很震惊 希拉对她的善举表示非常感谢 可她的秘密却被苏哈发现了 山姆的心理医生一直催促她去复诊 可山姆表示 自己已经痊愈找到了未婚妻 马上就可以实现梦想和她完婚了 结果这条扭曲变态的短信被苏哈看见了 立马来告诉姐姐 两姐妹得意洋洋地坐等希拉出事 山姆悄悄来到希拉的房间 拿起她的围巾 坐在希拉的床上 抱起枕头 进行一系列的变态操作后 结果出门的时候 刚好被亚曼发现 情急之下 只好表示在找卫生间 回到家 从监控里看着希拉的视频 高兴坏了 可疑心中的亚曼总觉得山姆有问题 便来找到她 威胁她自动辞职 第二天希拉发现山姆没有来上课 便给她打电话 得知是亚曼辞退了她 立马来找到亚曼理论 气势汹汹为山姆辩解 还责骂亚曼很自负总是不信任人 结果山姆为了达到目的 以自残的方式骗取希拉 对她诉苦 亚曼找人打自己 希拉看到山姆发来的照片后 非常气愤找到亚曼 又把她责骂一通 真是祸从天上来 亚曼表示莫名其妙 希拉带着愧疚之心来找到山姆 贴心为她买了药 山姆邀请她进门 这时亚曼看着迪恩的轮船玩具 突然想起什么 让管家调取监控 结果从里面看到 山姆自导自言拯救迪恩的事 立马给希拉打电话 结果希拉的电话被山姆拿走 露出变态扭曲的嘴脸 希拉很害怕 想抢回手机 结果亚曼发来短信 山姆看到短信 更加疯狂了 拉着希拉 表示现在只属于我们两个人 心上人被变态难绑架 男人来拯救 却被变态难以枪击中 看着缓缓倒下的亚曼 希拉吓坏了 随后山姆又把希拉拽进自己的房子 别墅里 好几天不见小姨 迪恩非常难过 只能躺在她的床上思念小姨 希拉又被绑起来 可她非常担心亚曼的安危 此时中枪的亚曼竟然醒了 还能独自站立起来 这波神操作也只有导演才能安排 土剧就是这样 咱们也别纠结正常逻辑了 强忍着疼痛还要去找希拉 秘书正着急寻找亚曼 这时亚曼捂着伤口走进来 塞林也得知希拉不见了 便打电话给警察朋友帮忙寻找 此时山姆穿上西装 准备和希拉举行一场变态的婚礼 秘书劝阻亚曼及时就一把子弹取出来 可她依然坚持要先找到希拉 很害怕她被山姆害死 视线越来越模糊也要强撑着 秘书接到电话 终于发现了房子的位置 为了突出主角光环 导演只安排受伤的亚曼一个人去救希拉 保镖秘书都不给戏粉 山姆又准备好了烛光晚餐 满心期待和希拉的浪漫时光 随后拿出婚纱让希拉换上 可希拉看着手上满是亚曼的鲜血 顿时发疯似的撕扯婚纱 接着又被绑起来 可怜的迪恩穿着小姨的衣服 也不吃饭 二叔来安慰她别担心 你有一个强大的叔叔 一定会把你小姨带回来的 此时亚曼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恍惚间 看着希拉穿着美丽的白色裙子 正向她招手 回过神来 结果是一个路人 很害怕希拉已经死去 山姆非常享受着最后的晚餐 随后敲破器管子 对希拉表示别害怕 我们会在睡梦中死亡 完全没有痛苦 希拉只能捂住嘴巴自久 此时赛琳也找到了这里 山姆已经晕了过去 而希拉也呼吸急促 想打破窗户透气 可脚链拉着行动受阻 终于还是坚持不住倒下去 这时赛琳闯进来 可脚链打不开也出不去 毒气越来越多 只能先出去透气 此时拖着伤的亚曼赶到 本想抱着希拉离开 可脚链拦住了她 使出蛮劲想用手拉坏链子 可终究还是无用功 用铁锤敲链子 可每敲一下伤口就会更加疼痛 赛琳想去帮忙 可自己也头晕眼花的 亚曼终于敲坏脚链 可她自己的身体已经严重透支 都快站不住了 但她依然坚持住 抱着希拉走出来 把希拉缓缓放下 对希拉说出最后一句话 你不要离开我 英雄也疲惫地倒下 黑帮大佬为拯救 被变态男绑架的新上人 拖着枪伤强忍着毒气 把希拉抱出来 可英雄再也坚持不住 最终还是倒在希拉旁边 这时警察也赶到 希拉和亚曼被送进医院 二嫂两姐妹也惶恐不安 收到秘书的电话 急忙赶去医院 亚曼的手术很成功 可昏迷中的希拉却留在重症监护室 塞琳在外面眼巴巴地守着她 对她说着深情的独角告白 亚曼突然醒来 第一念想就是希拉 不顾苏哈的劝阻之意要去看她 而静静躺着的希拉宛如睡着一般 这让亚曼很紧张 害怕她再也醒不过来 苏哈想关心亚曼 却处处碰壁 此时塞琳很自责气恼 自己不能坚持住把希拉救出来 嫉妒亚曼又恨自己 亚曼再次来看希拉 有权力就是不一样 可以直接走进监护室 而塞琳只能守在外面 拿起希拉的项链 深情地望着她 呼喊她赶紧醒过来 希拉像是听到她的召唤似的 居然真的醒来了 第一句话便是你还活着 希拉还停留在亚曼中枪的时候 这也刚好让她误会 把塞琳当作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而塞琳为了当英雄也不辩解 此时非常困惑的亚曼来找到阿里扎 表示这几天自己非常恐惧 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 而看破不说破的阿里扎表示 你是真的害怕 还是担心会失去什么 当局者迷 亚曼不知道自己已经爱上希拉 甚至愿意救她而死的地步 希拉终于回到别墅 小迪恩非快跑过去抱住小姨 希拉表示非常感谢你和塞琳 不然自己已经见不到迪恩了 这时亚曼才想起来可能是希拉误会了 但她依然没有妖宫拆穿她 贴心为她戴上氧气面罩 让她好好休息 深夜 一个男人悄悄溜进豪宅 珊姆再次造访希拉 表示要带她走 希拉吓坏了 结果是一个梦 惊叫声却引来了亚曼 希拉对她说自己看到了珊姆 亚曼安慰她 别害怕我在这里 给她戴上氧气面罩 壁纸守着她睡着 一夜眉合眼守在希拉床前 看见她的头偏一枕头 想为她摆正姿势 结果惊醒了希拉 这尴尬的姿势 两人都非常不好意思 再临来别墅看望希拉 这次终于鼓起勇气 决定告诉她真相 对希拉表示 不是我救你出来的 是亚曼 拖着伤忍着毒气 把你抱出来的 希拉听到这番话 顿时很惊讶 难以置信 男人拖着枪伤忍着毒气 把心上人从绑匪手里救出来 如今却被情敌抢了功劳 得知真相后的希拉非常震惊 难以想象亚曼当时有多艰难 来到书房找到她 为什么不告诉我是你救的我 如果不是听塞林说起 你是不是还要一直隐瞒我 亚曼表示 这不重要 你能平安就好 离开时希拉快站不住要晕倒 幸好亚曼及时发现把她扶出去 苏哈看到这一幕 非常嫉妒 自从救了希拉之后 亚曼每天都心烦意乱的 对希拉的特殊情愫 自己不能控制 听说她喜欢棉花糖 又借着迪恩买了一大盒送给她 连苏哈给她安排的会议都一直推斥 每天都待在家里就想接近希拉 这天希拉需要找迪恩的出生证明 被嫉妒的苏哈骗进杂物室 前脚进门 苏哈后脚就把门反锁 正当希拉很害怕时 里面出来一个人 原来是亚曼 表示在寻找钓鱼竿 苏哈本以为可以为难下希拉 结果正好为两人创造感情升温的机会 看着亚曼的手为敲门而受伤 希拉过去查看 两人深情对视 感觉有些尴尬 亚曼抽回自己的手 表示自己没关系 苏哈正得意洋洋享受自己的杰作 迪恩跑过来找小姨 苏哈告诉她你小姨出去 小可怜只能跑出去等小姨回来 可门也一直撬不开 此时亚曼望着希拉也无心想办法 突然走过来跪在希拉面前 橘子都吓一跳 以为她是要求婚 希拉更是坐立不安 结果亚曼拿起旁边的钓鱼竿 两人又开始闲聊缓解气氛 可话题突然停止 显然紧张的亚曼更加心跳加速 希拉率先一开视线表示需要找文件 亚曼的目光如此凝重 这是医院里的山姆醒来 还想着怎么逃出去 希拉好像有感应似的 突然呼吸急促 亚曼看着不对劲的希拉 赶紧过来询问 耐心教她冷静深呼吸 希拉也逐渐缓过来 又是这种尴尬的对视 希拉起身要去找文件 亚曼从身后拉住她 女人为争夺小侄子的抚养权 被黑帮大佬无情打击 如今又被她主动拉进怀里 接着亚曼低下头想要亲吻希拉 结果一切都是她在想象 希拉很紧张起身 亚曼凝重地注视 自己能走这条路吗 保镖来开门 看着亚曼和希拉一起出来 苏哈更加气愤 二嫂则骂她干的蠢事 此时山姆已经成功自救 准备穿上医生的衣服逃离医院 为了改变自己 亚曼破天荒地开始穿起了白色衬衫 希拉都有点不习惯 两人要去福利院为迪恩办理抚养手续 可红灯的时候 一位卖花女突然趴到车窗前 向亚曼推销自己的玫瑰花 亚曼拒绝 可卖花女一直不停地推销表示 这么漂亮的女友 不送点花给她吗 两人顿时很尴尬 亚曼为了打发卖花女 还是掏出钱给她 卖花女说一些祝福的话 直接把花放亚曼身上 绿灯亮了 亚曼着急开车直接把花拿给希拉 这算是第一次送花吗 亚曼下车去买东西 希拉拿着花有些不好意思 便躲在车后 这时山姆突然出现 捂住希拉的嘴巴 等亚曼买完东西走过来 东张西望没有发现希拉 突然看见地上掉落的玫瑰花 希拉正被山姆拉进车里 亚曼气得恶狠狠盯着山姆 立马跑过去抓住她 接着就是一顿疯狂暴揍 希拉也被亚曼的行为吓坏了 大声叫住她 亚曼转过头看到惊恐的希拉才停止 此刻亚曼觉得自己像个残暴者 希拉甚至不敢指示她 看着散落一地的玫瑰花 亚曼很心痛 自己的世界还是不是和希拉 山姆被警方带走 亚曼让秘书把希拉带回家 握着仅剩的一朵花 开车又来到阿里扎这边 希拉躲在房间伤心哭泣 亚曼对阿里扎表示 还是不能动心 我的世界太黑暗 会吓到她的 阿里扎不以为然 你一定还会再回去的 刚想改变的亚曼就被扼杀在摇篮里 从此她又回归残暴冷血的自己 二嫂也听说了今天的事 来找到希拉表示 亚曼就是这样残暴的人 有极强的报复心 谁都走不进她的心里 而希拉表示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人 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亚曼回到公司 又重新换上黑色的衬衫 代表着又开始封闭自己的心 做回以前的自己 夜晚 亚曼还没回家 希拉在外面焦急地等待 又不敢打电话 管家来告诉她晚饭好吗 希拉还是鼓起勇气给亚曼打电话 正巧亚曼的车开进来 希拉急忙上前询问她有没有事 亚曼一言不发直接走掉 希拉又拦住她表示 我理解你的愤怒 亚曼无情回答 你的工作不是理解我的愤怒 而是照顾好敌恩 当美女爱上野兽 她会以自己的善良感化她 把她从黑暗的深渊中拉出来 尽管亚曼一直对希拉说 别多管闲事 深夜 亚曼独自在外面射减 其实她天生并不暴力或野蛮 只是迷失了灵魂 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理她不熟悉的情绪 母亲的离开深深伤了她的心 她不知道只有爱才能治愈她破碎的心 希拉看着走不出来的亚曼 她决定做些什么 可迪恩突然看到亚曼暴作坏人的场景 希拉吓坏了 这怎么能让迪恩看见呢 安抚好迪恩 立马来书房找到她 质问她为什么要让迪恩看见你打人 有没有想过她会受到影响 亚曼让她滚出去 希拉执意对她说 你不是这样的人 以前我觉得你也蛮 但现在我错了 你是保护她的巨人 亚曼让她住口 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瓶子 愤怒摔碎 对希拉说道 你根本不了解我的人生 这是穿过我后背的子弹 那颗子弹进入我的胸腔 几乎让我的心脏停止跳动 这些都是我的 冰冷的金属穿透了我的身体 穿透了我的灵魂 我变成了一个坚硬的石头 希拉看着她孤独的背影很是心疼 第二天带着迪恩拿着早餐来到书房 陪着她一起吃早餐 决定通过亲情的爱来改变她 接着又邀请她带着迪恩去水族馆 可亚曼像个顽固的石头 必然不为之所动 正巧赛琳打来电话 邀请希拉带着迪恩出去玩 希拉给亚曼发来自己和迪恩的合照 可眼见的亚曼却发现了照片中的赛琳 想起赛琳对自己的挑战 亚曼不再无动于衷 她对希拉的爱就像她过去的愤怒一样强烈 一旦赛琳再次开始关注希拉 她将无法忍受 再次点燃她的暴力 亚曼让赛琳离自己的侄子远一点 希拉来劝阻 可赛琳的钱包落下了 第二天赛琳来拿钱包时 希拉发现她手上的伤 刚好这一幕被亚曼发现 此时她非常失落 她嫉妒赛琳又恨自己 因为她想要希拉 但又感觉自己配不上她 愤怒嫉妒只会让亚曼变得更残暴 接到一个电话 立马拿出枪 带着一帮人开车出去 希拉感到事情不对劲 找到管家询问 结果从苏哈那里得知 亚曼是去解决一个仇家 于是急忙打车去寻找亚曼 此时亚曼带着一帮保镖正气势汹汹走向仇家 各自掏出家伙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 希拉也赶到 不顾司机的劝阻直一下车 冒着枪林弹雨缓缓走向亚曼 此时亚曼也看到了她 美女冒着枪林弹雨来找野兽王子 只是为了能拯救她的灵魂 把她从黑暗的世界拉出来 亚曼把希拉护在身后 拉到一旁的房子里 大声质问她为什么要来 为什么要这么固执 希拉情绪激动回答 我不想狄恩失去她的叔叔 你是她的依靠 是她最信任的人 看着希拉不顾生命危险来找亚曼 此时 赛琳感觉很慌张 她已经输了 希拉爱上亚曼 仇家被打跑 善后留给秘书 亚曼带着希拉回家 开车来到山顶 希拉对她说抛弃黑暗 如果敌人失去你怎么办 让大家走进你的心里 望着希拉 此刻的亚曼很纠结 只是害怕自己配不上 最后连这一束光也会背叛自己 回到房间的亚曼 掏出自己的枪撕索了会儿 终于做了一个决定 把自己的枪和子弹全部拿出来 装进包里开车出去 保镖以为她又要去大干一场 结果被她拒绝 来到一个山里 把所有的枪支弹药 全部埋进一个土坑里 最终她还是被希拉赶化 埋葬了她的阴暗 决定从黑暗的世界走出来 可刚回家就被塞林拦住 怒火朝天对亚曼说道 离希拉远一点 她是我的 你的世界根本配不上她 此时给狄恩梳头发的希拉 也听见下面的吵闹声 安抚好狄恩立马跑下去 面对亚曼的无动于衷 气愤的塞林不讲武德 直接一拳打过去 周围的保镖立马掏出枪维护亚曼 却被她的手势制止 此刻的亚曼一直压制自己的怒 刚想改变自己 埋葬了阴暗 千万不能前功尽弃 接着又是一拳 塞林像疯了似的 不能忍受希拉已经爱上亚曼 伴随着回响 亚曼一拳一拳地忍着 定是没还手 此时希拉也跑出来 最后一拳 希拉叫住了塞林 看到亚曼的嘴唇流血 希拉简直不敢相信 不久前 她看到她为自己流血 如今又看到她再次流血 而塞林看到希拉为亚曼难过的样子 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输了 灰溜溜地离开 希拉来为亚曼清理疗伤 亚曼深情地望着希拉 拉着她的手 很庆幸自己战胜了恐惧 战胜了心中的恶魔 因为自己赢得了平静 赢得了她的信任 希拉来找到塞林 大声呵斥她 为什么要打亚曼 她是迪恩的叔叔 她已经改变了很多 塞林不以为然 你为什么要替她辩解 还是说你已经喜欢上她了 一句话顿时点醒了希拉 黑帮大佬竟被无名小族裔全权暴击 其原因竟是为了赢得心上人的信任 希拉被塞林一语点醒后 魂不守舍回到家 看到楼上的亚曼要来关心自己 希拉甚至不敢指示她 本想仓皇逃走 结果被亚曼拉住手 亚曼表示发生什么事了吗 抬起头 看着我 此时希拉很紧张 抽回自己的手 急忙离开 留下一脸疑惑的亚曼 回到房间的希拉 心跳加速 甚至坐立不安 迪恩看着亚曼嘴角的伤 询问叔叔今天为什么不还手 亚曼回答她保护亲人 不仅仅是用拳头 最重要的是要用心 而一旁听见的希拉则非常感动 深夜 希拉一直睡不着 口渴想下楼去倒水 结果被亚曼叫住 希拉很紧张 甚至拿瓶子的手都在颤抖 亚曼看出她的紧张感 询问为什么脸红 没事吧 希拉吞吞吐吐回答 我很好没事 亚曼却步步紧逼 你真的没事吗 难道不是爱上我的表现吗 希拉突然被惊醒 呼吸急促 立马拿瓶子看看里面有没有水 幸幸自己真的做了一个梦 第二天早上看到亚曼时 慌慌张张鸡蛋掉落 测血压时心跳加速 脸颊通红 差点被认为是生病 急忙去倒水喝 缓解尴尬 就连亚曼的不小心碰触 也让她浑身发疼 这一切都被亚曼看在眼里 此时塞琳给希拉发短信表示抱歉 希拉回复她最近一段时间 没事就别联系了 塞琳很难过 这时亚曼的仇家找到她 表示我们有共同目标 可以合作一起除掉亚曼 哥哥来找到亚曼 请她帮忙选一个礼物准备送给二嫂 亚曼找到希拉帮忙 三款漂亮的首饰 亚曼让她挑选一个 结果被希拉误会是送给自己的 本想气愤离开 结果得知是替二哥挑选的 希拉非常尴尬 亚曼替哥哥在岛上承包了一个餐厅 庆祝他们的结婚周年庆 迪恩晕船不能去 二嫂两姐妹非常开心 希拉不能去 以为这样就可以和亚曼亲密接触 结果临走的时候 亚曼表示自己不舒服不能去岛上 精心打扮的苏哈非常不高兴 想留下亚曼 被二嫂劝阻 结果心机的二嫂给赛琳打电话刺激她 告诉她希拉和亚曼去岛上过二人世界 逼着赛琳去干坏事 嫉妒新爆棚的赛琳立马拿出名片 给亚曼的仇家打电话 两人准备设计陷害亚曼 迪恩看到叔叔没有去岛上非常开心 希拉也感到很意外 我带爸总虐我千百遍 我带爸总如初恋 女人被黑帮大佬调起来溺水虐待 如今她却爱上了黑帮大佬 希拉一直不敢面对自己的心 和亚曼共处一个空间会感到不自在 只能时刻躲着她 甚至回房间拿手机都偷偷摸摸的 生怕撞见亚曼 而亚曼为了追击 已经把她的办公室搬到了希拉所在的任何地方 时刻关注着她 细心到连希拉脖子后的一点点小伤都被她注意 贴心为她处理 这样的近距离亲密接触 让希拉很紧张 亚曼则非常享受的看不够 抚摸她的脸是感觉很舒服 但又不得不因为她的紧张而放手 深情地望着彼此 眼神交流都变得越来越激烈 希拉意识到她所感受到的是爱 又不得不躲避表示去看看迪恩 吃饭时 为了不想和亚曼待一起 只好不停地喂迪恩食物 让她赶紧吃饱回房间 可怜的迪恩都开始抗议食物太疼 秘书打来电话有一个会议 希拉本以为可以解脱这尴尬的相处 结果亚曼表示会议推迟 亚曼起身昂首阔步往自己走来 希拉吓得不知所措 又是这种深情的对视 感觉希拉的心跳随时会跳出屏幕 结果亚曼表示我拿下水杯 晚上 管家来叫希拉吃饭 因为怕见到亚曼 希拉只好说自己不饿 来到阳台透气 结果不小心把项链丢了 只好悄悄下楼去寻找 可左看右看都没有 结果还不小心摔倒在亚曼怀里 亚曼捡起地上的项链还给她 阿里警察在赛林的举报下 查获了一桩非法移民的案件 知情人说是亚曼干的 亚曼带着希拉来吃晚餐 可拘束感依然让她感到很紧张 亚曼随时盯着希拉关注她 而希拉的眼神一直闪躲 我甚至不敢指示她 亚曼谈到在街头长大的孩子 不得不面对恐惧 所以他们习惯了以暴力解决问题 小心询问希拉 你害怕我吗 希拉愣了很久才回答不害怕 但还是让亚曼感到没有安全感 这时门外有人敲门 希拉打开门 离大帮警察找上门 表示以贩卖人口之罪要逮捕亚曼 希拉很震惊 亚曼对阿里说 你已经越界了 这是我从你那里听到的最糟糕的诽谤 我不会跟你走的 希拉着急帮亚曼辩解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亚曼不会做那些事情 可阿里拿出视频证据 尽管亚曼无法辩解 还是拿出气势对阿里说 你很快就会明白你犯了一个大错 防守扩步走进车 可着急的希拉一直替她辩解 很确信亚曼不会做这种肮脏的声音 此刻的亚曼 尽管身陷胡伦 也感到无比欣慰 这个黑帮大佬太惨了 不仅被情敌陷害入狱 还被黑心欲有捅伤 亚曼被送进医院治疗 希拉很担心 二哥哭得最难过 得知亚曼是因为希拉的帮忙 才被无罪释放 苏哈很不高兴 二嫂假惺惺说到太好了 幸好送得及时 手术很成功 为了让妹妹第一时间见到亚曼 二嫂以照顾迪恩 唯有把希拉置回家 小可爱很担心叔叔的安危 希拉安慰她 你叔叔一定会痊愈的 你只需要耐心等待几天 管家给亚曼准备了衣服 让希拉带过去 此时亚曼还没有醒来 看着她昏迷中的亚曼梦到 希拉在仙境中等她 一朵美丽的玫瑰花 表达自己的心意 鼓声在她耳边轻声说我爱你 真希望这个梦想能够成真 亚曼要醒来 可只能一个人进去探望她 二嫂抢先一步 看着是二嫂走进来 亚曼有些失望 二嫂客套寒暄几句 还不忘替妹妹邀功 表示苏哈彻夜 未睡在外面守护你 并把无罪释放的消息告诉她 亚曼询问是谁找的证据 二嫂故意撒谎是你的秘书 完全磨灭希拉的功劳 亚曼很期待希拉能进来看自己 护士递给她一张纸条 表示外面的小姐姐给你的 希拉对她说 我在外面等你 不能相见的两人 只能以这种方式思念对方 阿里来看望亚曼 表示自己犯了一个大错 你确实被污蔑的 你现在自由了 希拉被秘书带上天台 亚曼已经在此等候她 经历了锅铛入狱生死别恋 两人终于见面 亚曼表示这是我欠你的咖啡 言不由衷 两人都非常享受着独处的二人世界 回到家里 毕家人都来迎接亚曼 特别是小迪恩 非常开心叔叔能回来 从小相依为命的哥哥也很激动 苏哈想献殷勤扶亚曼进屋 结果被小可爱抢先 希拉不得不跟随一起 开心的迪恩对亚曼说道 我很爱你 我的小姨也很爱你 红颜无忌 顿时让希拉很尴尬 这天证人两夫妻来拜访亚曼 却被二嫂拦住 幸好亚曼已经走到楼梯口 结果从证人老婆口中得知是希拉说通自己的 顿时让亚曼很吃惊 埃拉特来找到赛琳 表示亚曼已经无罪释放了 随便污蔑一个人是很可耻的行为 而得知真相的赛琳非常难堪 亚曼找来律师表示要把公司的股份分一些给希拉 避免以后自己出事 希拉能好好照顾迪恩 结果这些事情被二嫂两姐妹得知 又要准备一波骚操作阻止 她是身价千亿的黑帮大王 却被情敌暴打陷害入狱 如今情敌却主动找到她 承认是自己故意针对她干了坏事 此时的赛琳就是想激怒亚曼把自己殴打一顿 然后跑到希拉面前去装可怜 而得知真相的亚曼压制住自己的怒 并没有伤她的党 赛琳挽回希拉的计划泡汤了 别墅里苏哈来找到希拉 故意讽刺她是一个拜金女 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 甚至不惜利用身边最亲近的人 尽管希拉听得莫名其妙 但还是非常气愤为自己辩解 第二天亚曼的律师带来了分给希拉的股份文件 二嫂表示亚曼在忙 让律师留下来喝杯咖啡 希拉刚好下楼 二嫂拿手机时故意弄掉文件 希拉礼貌去帮忙捡起来 结果看到内容的那一刻顿时傻眼 以迪恩名义转给自己的公司股份 两姐妹知道希拉自尊心很强 故意这样设计安排 其目的就是让她和亚曼吵架放弃股份 无法理解的希拉气势汹汹来找到亚曼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这样做 亚曼表示你是迪恩最亲的人 股份给你很合理 可希拉不以为然 我是迪恩的小姨 不是利用她为自己赚取财富的人 亚曼解释道 你不是那种人 如果有一天我不能保护你们 这将是对你们最大的帮助 希拉明白了她的意思 却还是激动表示道 不要这样说 迪恩需要她的叔叔 那天希拉要回姨妈家 亚曼要去医院复查 结果到地方 亚曼复查也不去了 跟着希拉来到姨妈家 希拉为她介绍小时候的自己 一张妈妈的照片让她陷入思念的回应 这一切都被亚曼留意到 夜晚希拉回到房间就看到惊喜 妈妈的照片已经装进相框和自己放到一起 希拉很感动 刚好亚曼进入她的房间 希拉激动地跑过来 我以为两人要拥抱 希拉表示很感谢你 让我拥有全世界 幸福来得太突然 亚曼都有点不适应 而亚曼也拿走了一张希拉小时候的照片 时不时拿出来看 两姐妹得知亚曼并没有放弃给股份 二嫂便打电话找人调查希拉 找出她的破绽 亚曼为了随时能看到希拉 居然把会议安排到家里 这刚好给苏哈欺负希拉的机会 故意给厨娘安排其他的事 热心肠的希拉表示自己会帮忙提供会议上的服务 看到是希拉端来的咖啡 亚曼感到很惊讶 苏哈却得意洋洋 一位男士要一瓶苏打水 亚曼很不高兴希拉被使管 立马起身 用人都吓一跳 随机去拿苏打水递给客人 此时二嫂发现了亚曼以希拉名义买的房子 已便向福利院官员表明 希拉和迪恩住在那所房子里 坏透的二嫂又将准备计划赶走迪恩和希拉 女孩年纪轻轻就被长辈催婚 妮妈来到别墅看望希拉 看到希拉津津乐道谈起亚曼 满眼都是快乐的星星 妮妈便看出希拉很喜欢亚曼 而亚曼也表现出一副很尊重长辈的样子 临走时 妮妈对希拉说到亚曼是一个很好的人 非常适合你 被点破心事的希拉则非常不好意思 回过神来的希拉努力解释道她是迪恩的叔叔 妮妈嘲笑表示道 叔叔又不妨爱谈恋爱 希拉害羞得要着急送走姨妈 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亚曼走出来 刚好一转身看到彼此 真是心中想什么就来什么 苏哈很气恼希拉就像一条毒蛇 让亚曼每天围着她转 二嫂安慰妹妹 他们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第二天 希拉见到亚曼很不好意思 吃饭时更不敢指示她 慌张的错把咖啡当牛奶递给迪恩 小可爱都开始反抗小姨做事不专心 亚曼一直想找希拉说话 但都被她敷衍几句结束 迪恩让叔叔教她几个句子 亚曼对她说 你小姨很漂亮 像你的母亲一样爱你 希拉很不好意思地转头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找上门 通知希拉 因为你一直住在别墅 我们会重新考虑迪恩的抚养权 二嫂两姐妹非常得意 希拉上楼去找迪恩 二嫂假装来询问关心 工作人员告知 希拉不能留在别墅和亚曼在一起生活 此时亚曼非常气恼表示道 迪恩是我的侄子 难道我会伤害她 楼上希拉对迪恩说 等会儿有福利院的教育家和你谈话 你要好好地表现 迪恩很害怕又要被带走 希拉安慰她 我和你叔叔会一直陪着你 亚曼着急给秘书打电话调查了 让她找到举报的人 放下狠话 自己要亲手惩罚她 做亏心事的两姐妹也感到不安 此时和教育家交谈的迪恩 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回答问题时 丝毫不畏惧 聪明地与他们分享了她对小姨和叔叔的爱 而希拉在外面非常担心迪恩 着急地快哭了 亚曼想用手为她擦眼泪 还是觉得不合适而放手 只能用最真诚的话安慰她 迪恩不会被带走的 我会一直陪着你们 接着还是掏出手巾给希拉擦拭眼泪 苏哈看到这一幕又十分极度气恼 亚曼带着希拉进自己的房间 苏哈想进去干扰搞破坏 却被二嫂拉住 问话已经结束 迪恩生活得很健康快乐 希拉可以继续抚养 但还是不能住在别墅 希拉只能带着迪恩搬回房子 收拾完行李 迪恩告别二叔 结果亚曼也要跟随一起 两姐妹非常惊讶 精心准备的计划最终还是泡汤了 这个得暴躁症的坏女们 得知心上人带着情敌一起离家 气得她暴跳如雷 苏哈责怪二嫂 你做的什么烂计划 不仅没有把希拉从亚曼身边赶走 反而把他们越绑越紧 二嫂害怕别人听见 只能极力劝阻她控制自己的情绪 结果还是被送衣服的女佣听见 而新房子里 亚曼和希拉看起来像一对夫妻 亚曼买菜 希拉做饭 就连小迪恩都忍不住说道 你们要是我的爸爸妈妈就好了 希拉和亚曼很尴尬 结果小可爱又调皮地补充一句 你们可以结婚呀 这样我就可以实现梦想了 这时疯癫的苏哈找上门 亚曼不想和她多说话 便说带着迪恩出去玩 苏哈对希拉表示道 怎么样 搬到小房子住还舒服吗 少在亚曼面前装可怜骗钱 一切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希拉难以置信苏哈会这样说 在别墅都还客客气气的 希拉反驳她是戴着面具的说谎 苏哈气得手哆嗦 放下狠话便离开 不被打扰的两人 彼此心里都非常喜欢有对方的存在 亚曼深情地看着希拉 希拉娇羞地不敢直视 真希望这美好的二人世界永不被打扰 别墅里 二嫂为了彻底摆脱希拉 故意为要给自己的丈夫 打电话让她听见 表示自己的律师朋友说 迪恩可能永远回不了别墅 受刺激的二哥又开始发病 加上二嫂的不断刺激 二哥开始发疯摔东西 时机成熟了 立马给亚曼开视频 让她看自己的兄弟 希拉建议 反正是晚上又没人知道 我们可以带着迪恩回家安慰二哥 回到别墅 二哥看到迪恩也恢复了 苏哈悄悄告诉姐姐 福利院的人马上就快到了 亚曼向二哥保证 这种情况不会太久 迪恩肯定会回来的 正要开门离开时 眼前的一切令亚曼意想不到 希拉更是吓傻了 迪恩害怕地立马抱住叔叔 希拉很想解释 但工作人员表示 你再次违反了我们的警告 滥用我们的善心 两姐妹露出一脸得意的表情 最后工作人员告知希拉 我们会重新调查评估你的抚养权 夜晚 希拉很害怕会失去迪恩 不停地哭泣 亚曼来安慰她 你不会失去迪恩的 如果他们不给你抚养 我们带着迪恩出国生活 这次男主终于不会撇下女主了 第二天亚曼拿出地图 让希拉挑选城市 希拉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要出国 当亚曼拿出挑选好的几套别墅给她看时 希拉才明白是真的 而苏哈得知亚曼要出国气的发疯 亚曼耐心听取希拉对新别墅的建议 深情地望着她 仿佛全世界只有他们两人 希拉刚出门 就被咄咄逼人的苏哈针对 咒骂她是个身份低微的乡野丫头 利用迪恩骗钱 还要去勾引亚曼 希拉快哭了 这时亚曼愤怒地叫了一声 苏哈吓坏了 本想解释 结果被亚曼大声呵斥滚出去 苏哈只好仓皇逃窜 希拉痛哭流泪地对亚曼说道 我不是那样的人 如果不是迪恩喜欢住在这里 我不会在这里 亚曼捧起她的脸蛋回答 女人被黑帮大老无情虐待陷害如狱 如今却被她深情求婚 当亚曼说出我们结婚吧这句话 希拉露出一脸震惊的表情 哆嗦地回应 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亚曼正想说这是最正确的决定事 希拉询问 我为什么要嫁给你 亚曼回答 我知道这太突然了 但是还没等她说完 希拉便不知所措地离开 回到房间 心跳加速又欢喜又紧张 自言自语道 难道她真的喜欢我吗 因为求婚失败 亚曼有些不高兴 还是来找到希拉 表示我们再谈谈 我的律师朋友说 如果我和你结婚 迪恩就可以搬进别墅主 我们就不用出国了 希拉这才意识到 亚曼不是真正的爱她才想结婚的 有些失望 所以她委婉拒绝亚曼 这确实是个好主意 但我们结婚这种事有点太离谱了 听到这些话 亚曼表示忘掉我说的 我会另外想办法便很受伤地离开 希拉想解释 追着她一起出去 可惜只留给她一个背影 变晚 希拉辗转反侧睡不着 亚曼也思绪混乱 希拉来到阳台透气 亚曼看到她动得发抖 想给她送毛毯却没有勇气 怕再次被拒绝 只好让管家帮忙 希拉表示道 自己最近很困惑 不知道选哪条路 看透一切的管家告诉她 重要的不是哪条路 而是路上有什么人陪伴 第二天早上 二嫂为苏哈的行为表示抱歉 希拉来吃早餐的时候 亚曼立刻一脸不爽地站起来 两人不对劲的状态被二嫂发现 便开心来找到妹妹 表示他们可能不会出国了 希拉只能来找姨妈诉过 为这种假结婚的关系感到很奇怪 姨妈表示 这只是行事 而且可以帮到迪恩 这难道不正是你目前想解决的困难吗 此时两人最纠结的是 亚曼心里很想和希拉结婚 但是却以迪恩为借口求的婚 而希拉是想以爱的名义而结婚 两人都太含蓄 说不出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最后希拉还是鼓起勇气走到射箭板前 逼着亚曼的要求对她说出 女人为了外甥的抚养权 被迫嫁给残暴的黑帮大佬 面对亚曼的疑惑 希拉表示 我认为你的决定是正确的 迪恩不会再离开别墅 我愿与你一起为他而战 尽管希拉认为 他们不是因为相爱而结婚 但他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已经疯狂爱上他 此刻亚曼感到非常高兴 让希拉等下自己 立马回屋拿上证件 带着希拉到民政局办理结婚 接着来到福利院 把结婚证明拿给专员看 可专员对他们的关系表示很怀疑 你们是为了迪恩的抚养权而结婚的吗 亚曼表示我们是彼此真心相爱的 想努力给迪恩一个家 专员也只能暂时相信他们 表示迪恩可以回别墅和你们住一起 但是你们结婚的真实性我们会调查的 变晚 亚曼和希拉还没有回家 苏哈很担心他们已经出国了 二嫂对妹妹说 迪恩还在家里呢 回到别墅 希拉很紧张 难以消化今天已经结婚的事 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和大家说 亚曼看出她的紧张感 深情地看着她 伸出自己的手 要牵着她给她勇气 管家看到这一幕 都一脸微笑地祝贺他们 二哥也感到很高兴 希拉不好意思想要松手 结果亚曼越窝越紧 意想不到的二嫂立马来询问 亚曼回答 我们已经结婚了 苏哈气得连杯子都拿不稳了 回到房间又开始发疯 连二嫂都被赶出门 迪恩得知叔叔和小姨结婚的是太开心了 自己也有爸爸妈妈 而希拉刚回房间 苏哈就找上门 辱骂她不要脸 接着掐着她的脖子 希拉毫无防备处于下风 无力挣扎感觉要被掐死时 幸好二嫂闯进门 把苏哈拉开 立马给希拉倒水安抚她 苏哈也感到恐慌 二嫂一直给希拉道歉 恳求她不要说出去 表示等会儿来给她解释 二嫂把苏哈拉回房间 把她教训了一顿 接着来找希拉解释 可怜希希表示苏哈小时候经常被欺负 来到别墅 对亚曼的英勇霸气很崇拜 所以产生了依恋之情 表示会好好教育她 希望希拉不要去告状 希拉看在二嫂的面子上 也没有对外说 但想起苏哈凶狠的表情 也很后怕 亚曼带着希拉来约会 掏出准备好的戒指 表示先试试大小 结果戴上去就取不下来 还是跑到洗手间 用洗手液才取下来 戒指太小了不合适 随即亚曼又掏出一个 香满宝石的戒指 希拉感到很惊讶 亚曼表示这个应该适合你 起身亲手为她戴上 正当两人深情对望时 记者突然赶到 争相拍照询问 亚曼这是你的新婚妻子吗 亚曼拉着希拉的手回答似的 你以为这对假夫妻 是真的在亲吻吗 结果是做戏给别人看 怕引起二嫂的怀疑 亚曼假戏真做要亲吻希拉 希拉还是感到很紧张 两人像刚谈恋爱的小情侣 都非常含蓄不愿表露心声 一家人要准备去拜访希拉的姨妈 二哥拿着花 二嫂拿着礼物 亚曼有些紧张 希拉透过窗户悄悄地看 而不远处的赛琳则督红了眼 希拉不知所措 慈祥的姨妈拉着她的手鼓励她 打开门 亚曼手捧玫瑰花 深情渴望地看着这个 把自己从孤寒的世界带出来的女人 此时的握手显得多客气 亚曼拉着希拉往自己怀里 补身在她脸颊轻轻一吻 此时疯癫的苏哈来到一个妇人家里 向她买了一瓶不知名的药水 在家人朋友的见证下 二哥为希拉和亚曼戴上象征性的结婚戒指 此时亚曼展现出自己最柔情浪漫的一面 捧着希拉的脸颊亲吻她的额头 第二天福利院的人要来调查 分别找他们谈话 最后还是同意迪恩留在别墅和他们一起生活 高兴的迪恩搬出来一盒礼物 都是婴儿玩具用品 对小姨说这些都是为她的宝宝准备的 希拉很不好意思 亚曼则镇定自若地看着她 苏哈悄悄来到希拉房间 把药水倒进她的杯子里 晚上希拉站在阳台上喝了几口 亚曼看到她不对劲 想带她去医院 可希拉执意说休息一下就好了 结果刚走出厨房就晕倒 亚曼赶紧叫来家庭医生做治疗 幸好没多喝 只需要静养两天 计划失败的苏哈非常气愤 这天别墅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希拉看着他们亲密拥抱的样子 有些吃醋不高兴 亚曼丝毫没发觉 二嫂跟着希拉出来 欺骗她这是亚曼的前女友 回到房间的希拉很不安 此时二嫂正在制定一个可怕的计划陷害希拉 之后的几天 艾拉每天都要来找亚曼 不是怀酒 就是来谈工作 尽管希拉很不好受 还是借着送咖啡想看了亚曼 希拉都走进来了 亚曼也没发现 看他们忙得热火朝天 希拉显得有些多余 婚礼将在两周内举行 为了让希拉更好地挑选婚纱 亚曼把设计师请到家里来为希拉量身定制 可艾拉一直给亚曼打电话 这次亚曼还是选择留下来陪为婚妻 并未接她的电话 这让希拉感到很高兴 化妆师先为希拉化一个新娘妆 当亚曼出来看到是惊呆了 心里已经迫不及待 想让希拉成为自己的妻子 刚办完结婚证的夫妻 丈夫就背着妻子抱着别的女人 尽管是假夫妻 希拉还是非常介意 故意装可怜的艾拉表示 想起家里的伤心事 立马扑进亚曼怀里求安慰 亚曼只是把她当妹妹 所以并没有推开她 这一幕却被希拉误会吃醋 第二天亚曼为了希拉 准备了一客厅的结婚用品 二嫂带着她来挑选 希拉不可思议的看到这些物品 趁着希拉不在房间 二嫂便让妹妹去她房间偷找笔记 他们准备以信任来破坏亚曼和希拉的关系 找到希拉姐姐的笔记 然后找人模仿伪造一封写给希拉的信 表示让希拉去勾引亚曼 骗取她家的财产 在结婚当天公布 破坏他们的婚礼 而客厅里 二嫂不断拖延时间 让希拉挑选需要的东西 可朴素的希拉什么都不需要 二嫂刺激她 你要用一些护肤品 让皮肤看起来白嫩光滑 就像艾拉的 和艾拉做对比 希拉非常不高兴 接着艾拉也向希拉宣战 表示曾经在雪地里 自己和亚曼共度一夜 希拉屡屡表示想离开 却被二嫂拦住 热情到为她挑选性感睡衣 贴心为她鄙视 希拉很尴尬 而楼上的亚曼刚好看到这一幕 回到房间的希拉非常不舒服 想起艾拉的挑衅 讨厌她们的亲密拥抱 这时亚曼来找她 表示还需要什么 我找人去买 希拉终于忍不住发火 我们只是为了迪恩的形式婚姻 用不着这么真实 挑选这些东西已经够烦了 亚曼想不到希拉会生气 闭脸不开心地离开 女佣送来婚纱 可有些大了 希拉来找厨娘帮忙 亚曼也来到厨房 厨娘不会改 亚曼表示可以送到婚纱店 此刻希拉还生着气 回答她会找朋友帮忙 抱着婚纱就离开 第二天希拉带着婚纱出门 没有开亚曼送给她的车 而是选择走路 本想打个车 结果想起几天前遇到变态出租车 她还是选择再次走路 亚曼没有看到希拉 便开车去找她 追到半路上把她带上自己的车 送她去阿里加 经过朋友巧手改造 希拉终于穿上漂亮的婚纱 姨妈一脸慈母笑替她感到高兴 此时赛琳也来串门 不巧刚好看到希拉穿婚纱的样子 漂亮惊艳的希拉 顿时让赛琳很嫉妒 在海边等希拉的亚曼 看到前方亲力拍照的情侣 再也等不及要去找希拉 走进门 看到穿着婚纱的希拉 这一刻亚曼被迷住了 希拉美得像一个公主 一脸娇羞含蓄 深深刻在亚曼的心里 这个霸总口味太独特了 居然喜欢看小娇气为自己吃醋 希拉表示不喜欢你拥抱艾拉 亚曼才知道最近和艾拉频繁接触 令她吃醋生气了 结果亚曼不仅没有不高兴 反而觉得开心 希拉肯定喜欢自己才会嫉妒的 于是对希拉解释道 她只是一个工作伙伴老朋友 希拉这才明白不是前女友 而受刺激的赛琳收到二嫂的合作邀约 两人准备联手一起破坏亚曼和希拉的婚礼 此时亚曼还在回想希拉吃醋的表情 突然有人敲门 以为是期待的希拉 有些小失望 谈工作的时候 当起了好男人 自觉离艾拉远一点 这天婚礼策划师来到别墅 刚好趁着希拉在客厅 二嫂叫苏哈去拿她的手机悄悄干坏事 因为迪恩亚曼曾转过一笔钱给希拉 苏哈在相册背后找到密码 把钱转给赛琳 准备污蔑她骗钱和赛琳私奔 第二天 二嫂提议需要为希拉选一些珠宝 希拉本想拒绝 可二嫂表示这是新娘应该有的 不然会显得很寒酸 亚曼也同意二嫂的决定 立马掏出一张信用卡递给希拉 表示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加上二嫂的添油加醋 希拉还是不好意思收下信用卡 接着二嫂带着希拉来挑选珠宝 亚曼的袖口也到了 但是不知道该选哪个 希拉选好珠宝刚付完款 亚曼就发来视频 表示让她帮自己选袖口 二嫂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偷偷拿走希拉的信用卡 然后拿给苏哈 让她去买东西刷报卡 为表达自己的心命 希拉用自己的钱为亚曼买了一只钢鱼 此时亚曼收到了信用账单的短信 一条接一条 尽管有些惊讶 还是没太在意 希拉回家 把珠宝给亚曼看 忽然看到亚曼的手机账单 才发现信用卡丢了 希拉很着急地哭泣 一直抱歉说到以后会赚钱还给她 亚曼也安慰她没关系 两姐妹正得一洋洋嘲笑希拉 叶碗 希拉晚饭也不想吃 厨娘给她送来也被拒绝 亚曼来房间找她 耐心安慰她 钱财不重要 比如这个豪宅 里面没有迪恩 没有我哥哥 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没有意义 和这个手镯一样 不在于她的价值 而是戴在我妻子的手上 才是最重要的 此刻亚曼安慰希拉的同时 也在向她证明 没有人能在金钱的基础上 将他们分开 心机难为了得到不爱自己的女人 故意策划了一场桌间的场景 紧紧地抱着希拉 让不远处的狗仔 拍到他们亲密的画面 奈何希拉力气小 费了好大力气才挣脱 狗仔也比较敬念 全部抓拍让人误会的场面 希拉气氛扇了赛琳一巴掌就离开 因为要提前适应夫妻生活 希拉房间里的所有衣物 都搬到亚曼房间 可不小心把裙子弄湿了 希拉便去亚曼房间拿衣服换 听见水流的声音 想着亚曼肯定在洗澡 便静悄悄去拿走衣服 结果亚曼突然出现在身后 希拉尴尬地不敢睁眼睛 想急忙出去 结果门又关上了 亚曼出现在眼前 原来没有在洗澡 一瞬间太尴尬 苏哈这边 看着准备好的账单 塞琳和希拉的亲密照片 心情非常好 就等着让希拉在婚礼上身败名列 因为明天就是结婚的日期 希拉要回娘家住 大家还为她精心策划了一个告别单身的派对 希拉戴上红色头纱 几个人拿着蜡烛围着她唱歌庆祝 随后大家一起跳舞 欢乐的气氛大家都很开心 婚礼的头一天晚上 两人都睡不着 婚前焦虑的亚曼便开车来找希拉 一速白光照过来 希拉立马跑过去 以为是迪恩出什么问题了 亚曼表示只是想来看看你 一切静在不言中 都在牵挂彼此 焦虑明天的婚礼 而另一边 陷害希拉的文件照片突然不翼而飞 两姐妹正着急慌忙地寻找 气急败坏的二嫂直接上了苏哈一巴掌 第二天终于到了 希拉穿上婚纱 戴上手镯 还有漂亮的珍珠水晶耳环 这一刻终于要到来 姨妈看到美丽的希拉非常开心 亚曼这边也换上了新郎妆 真想不到曾经水火不容的两人居然会结婚 阿里加都在等待亚曼的到来 此时接亲队已经来到阿里加 希拉很紧张 亚曼缓缓走进门 突然闭上眼睛 希拉也手捧鲜花打开门 看着眼前这个将陪伴自己一生的男人 希拉很激动 此时亚曼也睁开眼睛 用深情的目光看着美丽的希拉 她的眼睛涌现出整个宇宙的爱 除了二嫂 大家都为她们感到高兴 脸颊轻轻一吻 代表了最真诚的爱意 不得不说土剧真是太保守了 亚曼牵着希拉的手缓缓走出去 告别了爱自己的所有人 坐上婚车 而躲在一旁的赛琳则非常伤感 他们因为侄子的抚养权而相识 如今又为了侄子而结婚 一场梦幻般的婚礼 令希拉感动到饱含泪水 美丽的白色梨花 希拉最喜欢的星星 亚曼把整个夜空都带到了婚礼现场 对希拉的爱是如此的深沉和真诚 亚曼询问喜欢吗 希拉激动的回答非常喜欢 从来没见过如此美丽的婚礼 丁克还未到 策划师表示先到花园拍几张照片 亚曼伸出手要牵着希拉 两人都显得拘束 摄影师都抗议表示让他们离近一点 眼神都比身体诚实 炙热地望着彼此 就是不肯亲近 还是得摄影师出马 让亚曼从身后抱着希拉 搂着她腰抱在怀里 这么近距离的对望真适合接吻 此时宾客已经到齐 美丽的婚礼现场 就连女佣都忍不住自拍几张 书房里 希拉感觉这一切太不真实了 亚曼安慰她 没有什么是假的 你的呼吸 你触摸的东西 你眼前所见的东西 都是最真实的 亚曼是如此的浪漫 将结婚戒指戴在他们的左手指上 因为这样可以离心脏更近一些 多么浪漫的场景 他们之间的爱在他们的血管里流淌 他们彼此相爱 彼此用眼神交谈 像火一样在燃烧 伴随着悠扬美妙的音乐声 亚曼带着希拉缓缓下落 所有宾客围在地毯两旁 等待着一对新人的到来 此时的掌声是对他们最大的祝福 一切都太美好了 此时希拉的眼神很无辜 亚曼的眼睛非常浪漫 当他们俩在一起时 沉默和他们的眼睛会说话 亚曼通过自己的眼睛将爱倾注在希拉身上 希拉依然像小鹿惊恐一般 开场第一支舞 众人都纷纷退场 把舞台留给两位主角 亚曼轻轻将手放到自己的肩膀上 然后将手靠在她的背上 看着希拉 轻声低语 不要害怕 我在这里 尽管已成定局 二嫂依然心有不甘 女佣和厨娘露出一脸羡慕欣慰的目光 朋友的真挚高兴 姨妈则感动到差点流眼泪 此刻他们俩都迷失在对方的眼里 亚曼无法将目光从希拉身上移开 充满爱和幸福 因为她正在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在婚礼当天与她所爱的女人共 一切都是那么完美 新娘和新郎 音乐和装饰 好像魔法一样 动听的歌声和昏暗的灯光 两人的形象真是太美了 她讨厌身后这个粗鲁的男人 如今却要和他结婚 听起来是多么的戏剧 可两人深情明示彼此的眼神充满了爱意 立志独属新郎新娘的舞蹈结束后 大家都真诚为他们喝彩 就连小可爱都使尽鼓掌 小姨和叔叔终于成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接着是宾客的舞蹈 希拉一直紧张害羞 连手都不知道该如何放 亚曼的目光从未从她身上移开 看出她的窘迫 贴心地水给她喝 缓解紧张 可希拉依旧如此 亚曼还是决定拉着她的手 给她鼓励 安慰她一切都很好 婚礼正式开始 牧师问他们是否愿意的时候 两人都毫不犹豫说出我愿意 用希拉买的钢笔签署他们的结婚证书 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伴随着亲戚朋友的掌声 牧师庄严地宣布两人正式结为夫妻 此时二嫂给正在找文件的苏哈打电话 表示我们失去了一切 全部都完了 苏哈找不到文件 气得发疯 狂躁症又犯了 不停地摔东西 突然在亚曼抽屉里发现了她的枪 婚礼上 两人你浓我浓地看着彼此 这个美丽的吻 它所包含的意义比普通的吻更深 因为它代表着对彼此的爱 让他们的灵魂永远连接在一起 此时封批苏哈来到婚礼现场 恶狠狠地盯着希拉 突然叫了一声 大家都被惊住 二嫂惊恐万分 苏哈掏出包里的枪对着希拉 不如其来的危机 亚曼毫不犹豫挡在希拉面前 太疯狂了 大家都吓坏了 苏哈意想不到 后悔万分 亚曼居然会帮希拉挡枪 避枪直击心脏 亚曼缓缓倒闭 希拉气不成声 幸好大反转 真害怕这梦幻的婚礼被破坏 苏哈被二哥叫醒 原来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幻想 热情的二哥拉着苏哈过去参加婚礼 加上二嫂的假人假意 苏哈被迫对新郎新娘说出难以启齿的祝福话 宾客都一一道谢离开 希拉越来越不安 因为新婚之夜两人要共处一个房间 亚曼牵着希拉缓缓走向他们的婚房 两人都很紧张 亚曼想脱外套 又觉得不合适 五句依旧是这种老套路 房间留给女主 男主只有睡沙发的命 真是可惜了这浪漫的婚房 亚曼在外面走来走去 希拉背后的扭扣一直解不开 着急慌忙 不小心弄掉一颗星星 敏感的亚曼赶紧来询问 希拉以为她要进房间 急忙表示自己没事 一直解不开 只好请亚曼帮忙 可当她的手触摸到自己的背 紧张感瞬间蔓延 刚解下两颗 希拉表示剩下的自己会解决 着急进去关上门 这对小夫妻 新婚之夜居然要分开睡 新娘睡床上 新郎睡沙发 只因他们是为了获得侄子的抚养权而被迫结婚 但相处中他们早已暗生情愫 就是谁也没有戳破这张纸 第一次同睡一个屋 两人都不适应有对方的存在 突然有人敲门 吓得两夫妻赶紧把被子藏沙发底下 原来是小迪恩 小可爱表示从来没有和爸爸妈妈睡一起过 想今晚挨着他们睡 而迪恩向他们爱情的催化劲 询问叔叔 你们会永远在一起吗 随即拉着他们的手放一起 亚曼安慰她 一定会的 第二天早上 亚曼被希拉突如其来的手吵醒 看着希拉的美貌 亚曼被深深迷住 以为这是一个梦 闭上眼睛又睁开 反复确认才发觉是真实存在的 此时希拉也醒来 看了亚曼一眼 又注意到 自己不安分的手 顿时惊慌失措坐起来 以找迪恩为由急忙跑出去 楼道上询问女佣 才知道迪恩吃早餐去了 想去找她 结果自己穿的是睡衣不合适 又急急忙忙回房间 亚曼很吃惊 而狠毒的梁姐妹因为文件丢失 没有把希拉扫地出门 互相推脱责任吵得不可开交 亚曼把希拉的婚纱照做平保 不小心被小迪恩拆穿 亚曼镇定自若不尴尬 结果尴尬的却是希拉 晚上姨妈来看望希拉 准备了一桌子美食 此时封批赛林想找上门 被二嫂发现后 怕自己的坏事被泄露 听死拦住她 甚至跪下来求她冷静 苏哈和二嫂的吵闹声引来了亚曼 封批苏哈气急败坏对亚曼说 希拉就是个骗子 她一直玩弄别墅里的所有人 就是想骗你的钱 亚曼不想听她胡言乱语 大声叫住她 明天早上滚出这座豪宅 我不想在我家附近见到你 二嫂慌了 急忙追出去向亚曼求情 亚曼表示这件事已成定局不必再谈 回到书房的希拉也劝阻亚曼 苏哈可能精神有问题 我们又是行事婚姻 不必在乎这些 可生气的亚曼表示你是我的妻子 没有人能这样谈论你 此时 希拉竟有些感动 短暂的平静 亚曼带着希拉来到一个宁静的乡野村庄度蜜月 两人一起漫步在山林 一起划船 夜晚 简单而浪漫的烛光晚餐 亚曼紧张到婚戒都掉了 希拉换上美丽的裙子 亚曼说着最真诚的情话 希拉很害羞 突然服务员来告知亚曼外面有个女人找她 事关生死之事 亚曼又不得不出去应付 女人结婚的前一天被情敌陷害 故意拍下她和其他男人的亲密照片 本想婚礼上让希拉身败名裂 结果照片文件被二哥发现 想让弟弟的婚礼能够顺利进行 二哥故意把文件藏了起来 如一算盘落空的酥哈气急败怀 当着亚曼的面恶意重伤希拉 气愤的亚曼直接让她滚出家门 如今恶毒女又故意出车祸骗取同情回到别墅 这天二嫂和丈夫的聊天中 无意中发现了她藏的文件 于是便让苏哈立马带着文件去找亚曼 结果亚曼表示我不在乎你说的对你错 带上你的文件 马上离开这里 苏哈却执意说这是揭露希拉正面目的文件 不看你会后悔 撂下狠话便离开 而餐厅里希拉还在耐心等亚曼 殊不知他们短暂的幸福又要被恶毒女破坏 门外亚曼半信半疑 还是抽出一张照片 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拥抱在一起 足以让她发疯嫉妒 每一张照片都令亚曼大吃一惊 不可思议 接着是银行账单 然后是伪造的书信 让希拉留在别墅故意引诱自己骗取财产 像受到某种感应似的 希拉在餐厅里也感觉到很不安 别墅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亚曼很难信任一个人 但她自从爱上希拉之后 无比信任她 可当听到希拉在语音里说爱塞琳的话 加上亲密的照片 在理智的男人也会被蒙蔽 失去判断真伪的能力 亚曼拿着文件没有进餐厅 看着希拉的背影 在门口徘徊许久 最终希拉再次被亚曼丢下 苏哈看着亚曼出来 奸计得逞 露出一脸得意的笑 而希拉还以为亚曼出什么事 焦急地一直给她打电话 可都没有人接 亚曼一直在森林里坐了一个晚上 直到天亮回到餐厅 拉开车门 才想起希拉还在 走到院子 看到希拉未等自己 而独自在院子里睡着了 受伤的心有些被治愈 可照片突然掉地上 亲密的画面又刺激她 提醒她昨晚看到的真相 气愤的亚曼直接开车离开 真是个糟糕的蜜月 希拉不得不收拾东西回家 二嫂假惺惺地来关心 她怎么不见亚曼一起 回到房间想给亚曼打电话 这次却没了勇气 亚曼把车开到树林深处 一遍遍听着希拉对塞林说的我爱你 而恋爱中的人大多都智商不高 所以亚曼一直走不出这个陷阱 看到希拉发来的短信 询问她在哪里 并表示很想她 此刻亚曼觉得太讽刺 回到家里 希拉见到她满心欢喜关心她 结果亚曼恶狠狠盯着她 顿时让希拉很害怕不解 回到房间 亚曼看着这只曾用她签署过 结婚证的纲笔 想毁掉她又有些犹豫 这时希拉走进门 询问亚曼出什么事了吗 你为什么会这样 气愤的亚曼毫不犹豫毁掉钢底 并粗鲁地将希拉推倒在墙上 男人误会妻子和别人的亲密照 而吃醋迁怒她 希拉吓坏了 伤心地询问她怎么了 可此时亚曼的脑海里根本听不见任何话 一直不断涌现希拉背叛自己 拜塞林的话 气愤放开希拉 随即跑出门 看到这一幕的二嫂两姐妹缺落坏了 亚曼掏出秘书身上的枪 急忙开车离开 秘书和管家都感到很迷惑 吓坏的希拉只能在房间独自伤心哭泣 而亚曼像一个拥有坚硬岩石的大帝 你踩错了岩石 她会像火山一样喷发 怒气冲冲来找到塞林 抓着她就是一击 随后一拳惩罚她 掏出身上的枪指着她 此时塞林还理智气壮地对亚曼说 你干什么 甚至激怒她 你敢在大街上开枪吗 而亚曼完全被他们的情话冲昏了头脑 恶狠狠地盯着塞林 突然一声枪响 塞林完全想不到亚曼会开枪 霸气压倒性的气势 似乎在警告塞林 比我的妻子远一点 虽然我已经发誓扔掉这些残暴 但不代表我不会用她来对付你 惹怒我的人一样没有好下场 一枪打在大腿 亚曼丢下一句话 你应该感谢狄恩 因为小侄子 自己收起了沙怒 塞林才逃过一命 二嫂得知消息后来看塞林 结果塞林表示要报警 二嫂执意劝阻她 如果报警了 我们的事情都会被拆穿 希拉更不可能喜欢你 冷静后的亚曼把文件拿给管家看 管家表示 这些证据非常充足 但我认识的希拉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 想想曾经能不顾危险为你挡枪 亚曼才恍然大悟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尽管很讨厌苏哈 但这是关于希拉的文件 亚曼不得不怀疑 于是立马给秘书打电话 让她着手去调查 此时希拉借着送咖啡来找到亚曼 表示让她给自己一个解释 可亚曼依旧不想理她 亚曼就是这样无法向希拉坦白她的爱 但她却表现得像一个极度的丈夫 这天亚曼无缘无故牵怒女佣 希拉非常气愤 一直追着她想问她自己哪里做错 可亚曼直接开车走人 希拉在后面追的时候 突然一辆汽车经过 希拉被撞倒在地 亚曼吓一跳 急忙抱着希拉上医院 希拉被推进手术室 望着她落下的手镯 亚曼竟有些怀念两人美好的时光